好的,那我们就按时开始吧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大家好 欢迎参加本次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 我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汉语副教授蔡卫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汉语国际教育的地图与分布,历史与发展 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 来自全球各地的12位嘉宾发言 按发言顺序,这12位嘉宾是 日本大阪大学古春意教授 古春意教授,您好 现在日本时间是晚上10点 跟大家说一声晚上好 谢谢古春意教授 韩国外国语大学孟祝意教授 孟教授,您好 各位好 北京语言大学崔希亮教授 蔡老师好,各位专家大家好 北京大学赵阳教授 蔡老师好,各位师友好 赵教授好 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白乐桑教授 白教授您好 大家好 英国黎启蒙大学张新生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是中午,中午好应该是 瑞士日内瓦大学谢江华教授 谢洪华教授 对不起 谢洪华教授 对不起 法国巴黎大学奇冲教授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 爱尔兰都布林城市大学张琦教授 蔡老师好,各位师友好 美国华盛顿大学梁霞教授 各位师友大家好 我们这是早上七点 谢谢梁教授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李端端教授 李端端教授来了吗 还没有上线,太早 温哥华太早了 温哥华的时间才五点钟 还有我本人 各位嘉宾的详细介绍 请看会议手册 本次会议的组委会成员是 麦吉尔大学的王仁忠教授 王教授好 大家好,各位嘉宾好 耶鲁大学的梁吴辉教授 梁教授你好 大家好,蔡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谢谢 还有我本人 首先我们请组委会 麦吉尔大学的 王仁忠教授致开幕词 王仁忠教授是 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系 东亚语言组负责人 对加拿大汉语教学 做出杰出贡献 欢迎王教授为我们致词 非常感谢蔡老师 蔡教授的介绍各位嘉宾 我本人也特别想说一句 在我们疫情阶段 能够组织这样一次高端会议 能够请到各位大咖 我们借用这个网络词语叫大咖 但其实我更想用另外一个词语来形容 就是这个英语说呢 就是说 The scholars of global original influence 就是有影响的 具有全球或地域性影响的学者和专家 非常感谢 那么这个挑战也是很现实的 就是这个时差 本来原来我们想地球村嘛 就是一个小村落 应该是很容易把村民们召集在一起 但是呢我们错了 这个应该我们应该愿这个地球村 这个概念的创始人 这个提出者 这个就是也是加拿大的传播学者 麦克·卢汉先生 他在60年代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 没有提醒我们这个地球村 还有这个每家每户的时差的问题 因此呢给我们组委会造成了一些困惑 好在我们的各位专家 演讲嘉宾学者都非常配合 特别是要感谢这个 我们祖国中国和日本韩国的几位演讲嘉宾 因为已经是晚间了 那么还有我们在西部的 我们的组委会蔡薇教授 还有这个梁霞教授的时间也很早 还有这个李端端教授 都是很牺牲这个早上最好的睡眠时间 来组织这样一次活动 组织这样一次活动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虽然我们在整个这个夏天 自从三月份疫情以来 春夏秋 那么看到很多的学术会议 有地区性的 有全球性的 有国别性的 那么也有不同领域的专门的会议 但是呢我们考虑到呢 其实呢作为一个学科 也同时作为一项事业 汉语教学 汉语国际教育 其实呢应该有这样几个度 这是我刚才想到 概括几个字 用度这个字来贯穿 这个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呢作为一个事业 或者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 它就像一个人的成长 从出生 婴儿 少年 青年 壮年 老年 希望我们的学科和事业 会真正日上 日新月移 而不会走向老年 现在呢 这个国际汉语教学事业 我的感觉 其实正属于 这个青年 上升阶段 正是蓬勃发展的阶段 因此呢 从历史的角度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历史的深度 来考察 来回顾 历史的发展过程 所以我们用了历史和发展的角度 这样一个词来界定 我们这次会议的特点和聚焦点 那么历史的深度呢 其实我觉得不言而喻 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请提醒我 还差两分钟提醒我 那么这个意义就在于呢 它不仅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看到表面的现象 其实更是一本教科书 我们在里面从中汲取教训 来看我们遇到了哪些挑战 怎样解决的 同时呢 回顾历史 走过的历程 也看到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 因此呢 历史的深度 还给我们一个灯塔 照明前程的这样一个指向灯 方向灯的作用 这是历史的维度 那是深度 第二个度呢 我想用这个地球的维度 地球的维度 这样一个概念来 说一说我们这次会议的想法和这个初衷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国家 都在不同的大学来讲授课程 做自己的那一块的砖研 但是我们其实是应该跳出自己的这个区域性的限制 和自己这个研究领域的限制 走向全世界 那么地球的维度呢 就让我们能看到世界各地 不同的大学 不同的教授 专家 学者 来回顾 来这个介绍 不同的研究 发展 事业 还是学科 因此呢 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个度呢 就是我想借用我们 最近中国发射的 发射的这个卫星 叫要有卫星的高度 就是我们搞事业 搞这个汉语国际教育事业 或者是发展这个学科 应该有一个卫星的高度 因为站得高 才能看得远 才能看到全貌 因此呢 我想我们搞 这个二语习德 这个汉语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专家学者 和老师们和青年的学子 应该有一个卫星的高度 这个高度呢 其实就是要走出 二语习德 或者汉语习德 汉语研究的这个专门的领域 也看一看 从哲学 历史 人文等等 各个学科的角度 来看审视 我们这个专业和事业的发展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有人文社会的情怀的温度 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这个疫情呢 使我们产生了很多的不方便 特别是不能在实地场地来见面 会面 但是呢 云端 正像有的人分析这样 是有威就有机 我们借助这个云端 需要大家这种聚会 那么这次呢 网络的会议 我想这也是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各位专家 朋友之间的会面 同时我们专家朋友们 与我们广大的师生 汉语教学的同仁们 也在这里会见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我们这次会议呢 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各位顶级的专家学者 在自己的研究领域 自己的国家 是有影响的学者 同时也感谢这个各位 这个来参加会议的师生 祝我们的演讲顺利 祝各位老师同仁听得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王教授 王教授对三个度的总结 对汉语教学的发展 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谢谢王教授 好 我现在介绍一下 本次会议的注意事项 每位嘉宾的演讲时间 是15分钟 演讲计时到最后三分钟时 会有铃声提起 会务组成员将开口提示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15分钟后 铃声会再次响起 提醒您演讲结束 请各位嘉宾掌握好时间 观众提问呢 请使用chatbox 因为会议比较大 我们就使用手写的chatbox 在回答时间段 也请刚刚演讲过的嘉宾 从chatbox里面选择三个问题 一回答时间 我们进行一到三轮 每轮请只回答一个问题 好 我们现在欢迎第一位演讲嘉宾 来自大阪大学的 古川玉教授做报告 古川玉教授的报告题目是 从近代以来 日本中国语教学的历程 欢迎古川玉教授 好 谢谢主持人 那么各位专家 各位老师 大家好 首先感谢王仁忠老师 以及加拿大方面的 各位组委会的老师的邀请 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能在晚上跟大家见面交流 那么我是日本大阪大学古川玉 今天报告的题目是 从近代以来 日本中国语教学的历程 我们日语里边 还有韩语里边 把汉语叫做中国语 那么我们都知道 日本 韩国 越南 等地区 是所谓的汉字文化圈地区 而且其中日本是 除了中国大陆 以及港台等中央地区以外 自古至今 一直在使用汉字的国家 不管是书写文章 还是阅读文献 我们 说日语的人 都离不开汉字的 日本和中国在空间上 是近零 有一一带水的地理关系 时间上也有几百年 甚至可以说是 几千年的 悠久的交流历史 那么为了跟中国 进行各方面直接的交流 日本一直在各个层面 重视汉语的教学和研究 在这个认知基础上 我们要自从日本 进入近代以来 差不多一百五十多年的 汉语教学的历史面貌 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介绍 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汉语教学史的 特殊的情况 那么要讲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本来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今天报告只讲几个重点 好 大概就这么几点 首先跟大家介绍 在日汉语教学 从近代以来 一百五十多年的教学史 从成立开始 经过起步发展这个阶段 最后到目前的饱和的状态 可以说日本的汉语教学 已经到了饱和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 我也会说到 在日本的汉语教学 是作为外语的汉语教学 那么在日本人眼里边呢 历来有两种外语 一种是文化外语 一种是实用外语 文化外语是为了培养精英人才 实用外语是为了实用 另外呢 我也介绍两位这个之前的老师 起步阶段要介绍 龚岛大巴先生 在发展阶段的时候 我也要重点介绍 苍石武苏兰先生 那么近代以来 日本的中国语教学史 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 到现在已经过了一百五十年了 这期间日本的汉语教学史 大致可以分成下面四个阶段 首先第一阶段是成立阶段 从明治维新 明治四年到1894年 就是代表甲午战争的那个年份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 汉语教学的起步阶段 从1895到1945 这个1945是二战结束 日本投降的那一年 这期间汉语教学可以说是为了扩大国际势力 以富国强兵为目的 为战争服务的这样一个阶段 第三阶段可以说是发展阶段 从1945到2000年 上世纪后半夜的意思 这个时间段尤其对日本有影响的是 1978年的日中友好条约 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 这段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为了友好 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汉语教学 那第四阶段是汉语教学的饱和阶段 进入21世纪以后近20年的情况 因为受到政治经济这两方面的负面影响 日本的汉语热可以说已经开始降温了 这是大家一起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阶段 那么前面说到的四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的汉语教学 决定了汉语的基本定位 在日本汉语永远是一种实用的工具 为了交易 以及富国强兵而使用的实用的玩意 后两个阶段的汉语教学 要面临性的课题 客观条件虽然已经到了饱和状态 汉语热却开始降温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的这个近代以前的情况 近代以前日本叫江户时代 这江户时代差不多200年 全国采取索国政策 不跟国外交流 只允许在长崎等几个地方 进行和清国朝鲜荷兰等三个国家的交往 当时为了交流的需要 也有中文翻译叫长崎谈通事 有意思的是当时谈通事说的话 主要是南京官话 以及一些南方的中国方言 那么进入明治维新 明治新政府成立第四年 1871年 日本新政府跟清国之间签订了一个条约 正式开始了外交关系 那个时候日本外部省 设立了两所官方的语言学校 一个叫汉语学所 一个叫洋语学所 当时被聘为汉语学所的九名老师 都是原来的谈通事 他们照样继续教授南京官话 然后1873年文部省 把原来的两个学所合并 重新设立一所外语教学机构 这个时候就成立了东京外国语学校 就是现在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 1876年这个学校 才开始教授北京官话 当时用的北京官话教材 是大家知道的 维陀玛的语言字耳机 1885年这个学校被取消 文化外语具体指的是英语 法语 德语 这些欧洲语言 继续在第一高等学校 等大学预备部门教授 而实用外语 具体指的是汉语 俄语 韩语等 改在东京商业学校来教授 当时官方这样的教育政策 正好体现着当时已开始 风靡日本社会的脱亚入窝论的价值观念 前面已经说过了 汉语被定为实用外语 就是这个时候决定的一种汉语的一种宿命 那下一个阶段是1895年 是家午战争结束以后的那个年代 民间汉语教育开始萌芽了 这个时候有很多学校成立了 其中有一位我们不能忘记的是 工岛大巴先生 日语念 他自己设立了自己的私塾 叫善林学院 这个学院现在还在东京 他自己编写的教科书 官话集图片 此后一段时间在日本广为流传 这是官话集图片的照片 以及封面和目录 从发音开始到这个绘画部分 这个绘画的部分也挺有意思的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具体介绍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简单看一下 最后一个对话很有意思 现在关系多少年 是关系30年 正好就是1904年 那第三个阶段是发展阶段 日本战败的那一年前后 为了急促培养大量的外语人才 日本国内各地纷纷建立了外语学校 这段时间 有一位先生 叫蒋石五四郎先生 日语念 他的贡献特别大 因此在这边 要特意给大家介绍一下 蒋石先生 曾经是京都大学 以及东京大学的教授 他的这个专业是 应用学以及中国文学 1928年 他30多岁的时候 由日本政府派遣到北京 留学两年 跟当时的知识分子有过交往 战前的日本的中国语研究 中国研究一向被称为汉学 Synology 汉学研究 受到过去传统的研究方法 用日语讯读的方式 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 因此不懂汉语 也能用日语讯读的翻译法 进行研究 但是蒋石先生 对这种间接的文献阅读法 表示反对意见 从北京留学回来以后 故军奋斗 一贯主张 一定要跟中国人一样 用现代汉语来直接阅读 中文文献 因此我们可以说 日本学界这样才开始 兴起中国学的研究 这是发展阶段 不能忘记的一个贡献 好 最后简单说一下 目前饱和阶段的一个情况 从两方面来介绍 一个是数量上 还有一个是质量上 数量上 一句话就是减少 因为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发展时期 汉语热越来越升温 但是进入21世纪 我们不能不承认 汉语热开始降温了 具体表现在 在大学生学汉语 选修汉语的学生人数 没有以前那么多 这也有客观原因 是大学二外选择的自由化 更有影响力的 还是日中两国政治上的摩擦 带来的负面影响 质量上 可以说是开始有多样化 学识者的背景开始多样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继承语 来学汉语的学生人数 越来越增加 有汉语 有中国背景的孩子 开始多了 这一点呢 和我们以前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我们之前是 基本上都是 从零开始学汉语的 日本孩子 作为外语学汉语 现在作为继承语 学汉语的学生人数 越来越多了 好 因为时间关系 不能具体展开 下面 请大家看一下 几部参考书目 有一位六九先生 是专门搞过 这一方面的研究 也有几篇博士论文 值得关注 还有包括 参喜先生 几部书 我们都需要 介绍 好 那我的时间 应该到了吧 那我把接力办 交给我老朋友 韩国的孟主义老师 孟老师 我打当一下 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 是吗 我该说的 都基本说完了 大家有意见的话 待会儿给我提出来 好吗 谢谢古传老师 谢谢古传老师 对日本中国语教学的 历程的讲述 非常有意义 好 那我们就 请第二位嘉宾 来给我们做报告 我们现在请韩国的 孟主义教授 为我们做韩国汉语教学 学科建设的问题 及应对方案的报告 欢迎孟教授 谢谢主持人 各位老师 刚才开始的时候 跟几位老师打过招呼 没有意义打招呼 算是现在通过这机会 跟各位打个招呼了 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 韩国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问题 以及应对方案 我现在是拿这个我们韩国 韩国的情况来讲这个问题 不过我觉得可能很多地方 都有类似的问题 有一些可能是这个韩国独有的情况 那么这算是这个个性 那么我们主要是这个围绕的共性来讨论这个问题 好 那这个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 近年来在韩国 汉语是这个除了英语之外 最重要的外语了 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 那个接触最多的可能是汉语 当然今年是这个由于疫情的原因 有特殊的情况 我们现在这个汉语的这种那个普及 这是这个反映韩国汉语教学的 那个发展情况 但是这个体现在数量方面 质量上还是更不上量的发展 这个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我们可以乐观的期望 量变会引起质变 但是有些问题呢 我们只有那个积极的 有意识的改变才能得到改善的 核心是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 这个问题 学科是一中学术的分类 指一定学科科学领域 或一门那个科学的分支 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在大学里围绕这些学科 而建立了系或者这个专业等组织 现在社会里的大学承担着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的职能 而学科是大学 有效完成一些职能的载体 换句话说 学科是大学履行其职能的依据 同时也是督导系统 也可以说是导航系统 对不起打断一下 孟老师您打开您的PPT好不好 我打开了 共享 共享 分享 就是说 我共享呢 没有 只是 没有 没有吗 对 你要点击 点击那个 我重新 重新那个 共享 对 重新共享一下 就点击那个文件 好的 谢谢 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吗 那好 那好 可以全屏 把它放成全屏方式 好的 好 谢谢 那么 这个学科 也许有人会问 不是早就成立了吗 早就有这个教师汉语的专业 大学里早就设有系或者学院 这种那个历史至少有几十年 这是说这个在韩国 可能有些国家是可能更久 那么韩国主要是这个二战以后开始 以前 这个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个韩国原来的那个早就有的传统 就被那个断绝了 人们理所当然的认为 早已有汉语教学的这个学科 实际情况是相差甚远的 甚至说是这个理不乱 简不断的状态 学科的建设还需要进行 而且任重道远的 这学科存在是存在 问题是这学科还很不完善 要做的事情是改善 主要是改善 那么要改善的话 首先是要这个了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我们不好的那个去除 然后再补充那个好的 本学科是这个融合应用的实用性学科 为实事求是 首先要从汉语教学第一线的诸多问题 开始探讨改善方向 这样有利于正确做好学科建设 才能产生这个对症效耀的效果 这就是说这个关金一见过 这常年的意思就是 了解现在是首先要了解过去了 围绕那个学科建设的错觉 这个问题 第一是这个没有分清 一项工作和一门学科 这两者混淆了 教授汉语的工作历史很久 光说这个我们韩国 到了高丽朝鲜时代 有具体的汉语教学的制度 教材工具书等 这个老企大嫖童是 怀音启蒙四生通节 抑郁累劫老嫖激烂等等 这个很多那个文献 这是这个我们研究这个汉语时的人 必读的这个材料 那么其实这些材料 本来是汉语的教材 或者是这个汉语教学的工具书 但是到了近年 才是从这个汉语教学的角度 去注意这些材料 教学的历史很久 这主要是限于工作的层面 所有部分研究的成果 但是没有成系统的学科 20世纪初 这个刚才说过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个汉语教学的这个传统失传了 二战结束以后 是复苏阶段 战争经历了战争 还有冷战 然后长期的隔绝 到了这个20世纪后期 80年代快速普及 那个时候是已经可以预见 那个韩中两国的关系改善 那么这个最后是这个关系正常化了 那么20世纪末到至今 算是全面发展时期 1992年韩中建交之后 掀起了空前的汉语热 那么这种那个汉语热持续了很长时间 最近由于那个种种原因 政治上的原因 还有疫情的原因等等 有一些这个停滞的那个情况 但是呢 我看这个 我们从那个几千年的那个交往的历史 这样一个角度看 这是一个短暂的 那么没有那个分清这种那个 两者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个很严重的这个 时间上的错乱 因为这工作是做了这个两千年以上了 但是这个学科呢 顶多也就是这个三四十年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学科的多异现象 学科呢 它有三种那个意思 一个是这个学术的分类 还有那个教学的科目 还有一个是这个机构 教学或者是研究的机构 那么这个三者往往这个混淆 所以有比较大的这个问题了 其实这个在韩国呢 主要是这个第二个意向 刚才我们看到第二个意向 第三个意向的这个混乱 学科在韩国 虽然有这个分科学 这样一个比较这个 具体那个对应的那个词语 但是呢 韩国现在那个还是用那个学问来指成 那么所以人们那个 对那个学科没有这个 具体的那种认识 这样那个结果就是那个名不正而言不顺的 这种的混乱状态 学科的形成是滞后的 先有现象或那个行为后有这个学科 看看很多这个语言和语言学 政治和政治学 法律和法律学等等 学科的形成也有那个先后的 最早是天文学 神学 医学 哲学 这一类 等等等等 有了语言教学 还有汉语教学 这样一个学科 那这个第二语言 这个教学的学科的历史 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简单的说了 首先是那个欧洲开始 这是这个大航海时代 地理上的大发现以来 西班牙葡萄牙 法国英国荷兰 美国等 尤其后期是这个经过这个工业革命之后 他们就在海外那个占那个殖民地 经营殖民地 由于这种的现实的需要 着手做那个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 那么现在那个目的于的环境当中 是怎么样 中国大陆 这个大概是这个80年代开始 这个有了这个专业 之后有那个硕士年的 硕士的课程 博士课程 有一个汉语教学这个学科领域的这个刊物 1979年 语言教学与研究 是这个第一种那个这方面的刊物 那么台湾的情况 台湾叫做那个华语教学 这是95年开始 然后03年 开设了博士办 然后21世纪 尤其的是这个 台湾的情况是先有了硕士 然后到了21世纪 这个才有了这个本科的课程 那么学术团体呢 有那个试华 还有台华 台华会等那个学会 那么韩国的情况呢 这个韩国是这个20世纪中期到现在 这个没有一个学科 到了那个2015年才有那个系 2016年这个2015年是这个韩国教育员大学 2016年是韩国外国语大学 开设了这个中国语教育科 这样一个系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不一一说 那么时间的那个回顾语反思 主要是缺乏第二语言教学的概念 还有课程安排不科学 科是过少 这个语言时间的机会少 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室参与汉语教学 一般在那个非目的地区 这个跟汉语相关的专业 都是差不多的情况 因为我们早期 主要是这个以文学为主 而且这个文学 也不是那个专门 那个文艺作品的那个文学 主要是这个文史者的概念 后来慢慢有那个语言教学的 汉语教学的那个议识 不过早期的这个教师 很多是这个 从我们那个汉语教学的角度看 是这个临近的学科的那个教师 那他们从事这个汉语教学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现在是这个 很难满足学生的这个需求 要求 大部分的老师呢 只想那个传授自己擅长的知识 这就是架清澈 旧熟路的心理在作祟 尤其那个指导研究生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这个 不考虑学生的这个兴趣 或者是要求老师安排他的这个专业 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 谢谢老师 好 那这个 这样那个部分外交的那个情况也不例外 某些专业那个领域里资深教授 实际上没有教过 外国外国学生 到了夫人国 末日式的过河 更严重的是这个 各种那个学科的这个 背景老师之间 做这个圈地运动 那么清师这个汉语教学工作 学科只称混乱 用那个语学这个词 我看那个日本的情况也是 这里头包含好几种概念 也包括这个语言学 语言教学 对外语教育系的这个偏见 外语教育系这个主要是入学的时候 他们入去限帝 所以人们有偏见 教学环境营造上的这个部组 这个对不起多了一个字了 一个是那个教育部的那个政策问题 高校方针问题 运作问题 中小学也是运作问题 社会产学研合作方面 这个没有一个理想的这个机制 核心问题 回到核心问题 缺乏汉语教学的学科意识 这是这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学科的历史 形成和普及都有局限性 高校教师在上岗之前 没受过学科教育 不如中小学的教师 高校中文相关系组 离学科专业科太少 谈不上安排系统的课程 科学的培养 那么现在我们谈谈 那个学科建设 发展方向 学科建设的方向 认识清楚每个问题 跟学科建设 互为因果 刚刚说过了 这个上述问题 都是这个 我们有那个良好的 这个学科意识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解决 理顺清楚背景和原因 为什么有这种那个结果 这个原因 都是在历史 认识 时间等方面的因素 那么必须要对症 下药 我们要改善 是首先要知道问题 是什么呢 学科的定位 这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应该有地方是 对象作为第二语言 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习德 打个比方 食物的吸收 我们要研究的是 食物的吸收 语言学研究的是食物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 其他学科的服用 这个食物和食物的吸收 是不同的概念 那么这是这个复合型 交叉性 应用性 这样一种性质的 学科的构成 首先是定我们的对象是什么 要这一点上是要弄清楚的 对象为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习德 跟汉语习德有关的 这个知识体系 第一是这个汉语言要素 还有这个语言技能 还有那个二语理论 二语习的理论 中介语分析 偏误分析 对比分析等等 还有那个汉语教学法 汉语课程设计 汉语教学语法等等 然后那个跨文化交际 相关的学科呢 这是这个跟复合性 交叉性 应用性有关的 一般语言学 汉语言学 第二语言习德 心理学 教育学 人类学 传播学等等 好 那发展机制呢 要有良好的那个监控机制 硬件方面呢 编制 决策 调整 包括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 软件方面呢 是这个认知和原认知 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要有意识 就人以于不如 受人以于不如受人以于 那么这个我想讲的是这个 受人以于不如受人以于之念 要让人有这个 要做这种工作的这个念头 好 那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谢谢孟主义教授的报告 非常非常有启发 好 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王仁忠老师 来主持下一场 好 非常感谢孟教授刚才的介绍 非常的清楚 精炼的介绍了韩国的这个学科和事业的发展 下面呢 我们来期待倾听这个两位来自祖国 北京的两位学者 首先呢 我们来请崔熙亮教授 介绍这个这个报告题目是 国际汉语教育事业和学科的发展 那崔老师呢 是一定有高瞻远瞩的见解 因为曾经担任北京元大学校长了十几年 欢迎崔教授 崔老师听不见 崔老师打开麦克风 崔老师 麦克风没有打开 在左下角 左下角 好 现在可以了 好 感谢王荣教授的邀请 今天有机会跟好多老朋友在这里见面 由于疫情的关系 我们很多朋友很久没有见了 很想念大家 所以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 跟大家见面还是非常开心 刚才 孟朱毅教授 讲到我们 现在很多老师都是 驾轻车就熟路 其实我讲这个题目也是 驾轻车就熟路 因为最近思考的比较多的 就是汉语国际教育的 学科和事业的发展 我还是全评吧 好好 但是不太做 好吧 内容提要我就不讲了 首先我讲这个是刚才孟老师实际上有提到过 作为学科和作为一个工作 我们把它叫作作为事业 这实际上是两件事 我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放了全评之后 这个 这个帽子就不管用了 我要把它都加上去 好 我们作为一个学科呢 其实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刚才王忠教授讲到 我们这个学科现在已经是壮年 我认为还是少年 因为我们这个学科还很多成熟 因为它是个新的学科 同时又是个交叉学科 所以这个学科的理论基础 学科的内涵 学科的定位 学科的课程体系等等的一些问题 都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所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大家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还不一样 即使在中国 大家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也是不一致的 所以在国内 我们目前有大概400多所大学 开设了汉国籍教育的本科专业 在校生有6万3千多人 但是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课程设置 和课程体系 每个学校都不一样 有些基本的课程 有些学校开不出来 所以我从这个认识来讲 我们还是少年 所以这个学科的人才培养的模式 和这个学科的发展的内动力外动力 学科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当中的地位 都还是有待进一步探讨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学科 它的发展 有很多重要的要素 第一个要素就是教师的发展 因为教师的发展 对于这个学科来说 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专业 它的发展 专业的发展 就是在整个学科体系里边 作为一个专业 它如何发展 因为现在在中国教育部的学科体系里边 中国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 然后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是二级学科 汉语国际教育是三级学科 所以作为一个专业 它的学科地位还不高 还有就是人才培养模式 应该怎么培养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也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比方说我们原来培养的 都是按照语言学 汉语文字学 这样的人才来培养的 那现在的专业硕士的培养 主要要培养教师 但是同时呢 要更多的给他们开始教学法 和学生学习理论的 这方面的课程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 研究的内容 课题 焦点 也在发生变化 那我们现在大概分成四大部分 一个就是本体 语言本体这一部分 比方说教汉语 教中国文化 那必须要研究汉语 研究中国文化 第二个就是教学法 用什么样的教学法 第三个呢 就是学生的习的过程 学习过程 认知过程 第四个就是用什么 途径 什么模式 什么手段 什么工具 来进行 崔老师 我打断一下 请您那个 重新分享一下 这个屏幕 这样就能看到您这个PPT了 现在看不到吗 现在看到 但是不动 您要退出 再重新分享 可能就可以了 先退出 谢谢 停止共享 我重新共享一下 对 重新共享 现在可以吗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好 能全屏吗 全屏可不可以 我已经 我点了全屏 但是它不动 那就行 只要能翻译就好 现在可以看到吗 可以了 现在好了 好 很好 所以我就说 我要讲的最后一个要素 就是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 给我们提供很多方便 但是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在国内 用这个就不是很方便 比方说我不能设置虚拟背景 所以我们在国内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腾讯回忆 但是我们现在的网络教学的平台有很多 有的好用 有的不好用 还在发展当中 那我认为这所有的要素里边 最重要的是教师的发展 这是关键因素 首先教师的培养和培训 这个我想不用展开都知道 第二个呢 就是教师的学术生涯规划 所以教师本人来说 要做两个规划 一个是职业生涯规划 一个是学术生涯规划 所以我们的老师 除了作为一个好的教师之后之外 还应该做一个学者 所以要做两个规划 另外呢 教师还要有职业荣誉感 我们这个实业才是可持续发展 所以如果我们的教师 仍然被认为是从事 小儿科的工作 认为这个工作本身没有多少 学术含量和技术含量 那么教师的职业荣誉感 是得不到的 最后一点呢 就是教师的修养生息 我们都知道 从事这个工作的很多老师 课时量很大 我们在北京院大学 我们的老师可能 一个星期 二十个小时的课程 所以呢 你要让他做 学术生涯的规划 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呢 我们给我们的老师 提供学术休假的机会 但是目前 在国内的高校里边 提供学术休假的学校 很少很少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支撑评审和晋升的过程当中 我们专门设置了教学港的教授 就是汉语国际教育的 教学港的教授 这样呢 让我们的教师有发展空间 我认为这两条 对教师的发展来说 是有现实的意义的 专业的发展呢 主要就是目前 我们在建的本科专业 硕士专业 博士专业 都有一个规划 和发展的过程 那现在的本科专业的发展 还在不断地在生长 每年都有一些学校 申请要开设 汉语国际教育的本科专业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 学生的就业问题 因此这个专业 目前在国内 别的国家的情况不了解 但是在中国 我认为已经过多的 开设了这个专业 有些学校没有必要 开这个专业 因为培养的人过剩之后 他的出路是一个问题 所以学生 对这个专业的忠诚度 会受到影响 那么还有就是 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的问题 学生的专业焦虑的问题 就业焦虑的问题 专业忠诚度的问题 我们都要研究 尤其是做顶层设计的 要考虑专业怎么发展 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 主要是培养学术型的人才 还是应用型的人才 我们现在比较清楚 汉语国际教育 一定是基础理论加专业技能 就是既要会讲课 又要会研究 所以他应该是 基础应用型的人才 这里边就涉及到 汉语言文字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教育学心理学 中国文学中国文化 等等方面的知识 这个是我们现在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边 要给学生提供这些板块 那么除了这些板块之外 现在教育技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板块 我们现在在 我主编的一套教材 就是研究生的教材 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生的教材 目前只出了七本 规划一共有27本 就是按照不同的板块 来设计的 那还有科学研究的发展 科学研究的发展 我们要研究第二原教学的一些基础理论 但是有的老师讲 说我们的课史量很大 我对教书有兴趣 对研究没有兴趣 所以我们呢 在我们的学校 在北宇呢 就是人才有不同的出口 就是有研究特长的人 更多的时间放在研究里面 住所研究 比方说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就是原来的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我们的老师可以带着课题 到这里来住所研究 那么有的人他说 我只喜欢教书 那你就把时间放在教学上 你也可以研究教学 还要研究第二原学习的理论 中介语的理论 教学法的理论 还有教材研究 我们现在呢 还有一个几破的 学科建设必需的研究 就是教学资源平台的建设研究 我们现在有很多网络资源 但是有问题的是 这些资源不能共享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造成浪费 还有就是语言测试的研究 Language Testing 这个我们现在在做 HSK呢 是一个语言水平测试 我们以前在做这个叫 叫汉语水平测试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做中文能力测试 叫汉语能力测试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产品 叫C-Test 这个是能力测试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语料库 语料库 也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础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很多研究生在做论文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语料库 今年 我们刚刚上线了全球 汉语中介语料库 大家可能还没有用 现在还在调试阶段 因为在用的时候 发现它问题还是很多 因为这个语料库的规模相当大 而且是集大概一百多位专家 大家一起来做的 我们是共建 共享 现在呢 在网上免费 让大家来使用 但是呢 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反馈区 给这个 给我们一个feedback 这样我们可以 更好地改进它 这是科学研究的发展 还有现在教育技术的发展 我们原来的寒寿教学 到广播电视教育 到现在的网络教育 这是一个历史的跨越 尤其是5G技术 发展之后 给我们的网络教学 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现在教育的发展 还发出来 微课程 就是MOOC 还有翻转课堂等等 这个都是一些新的教育模式 那么刚才讲的是作为学科 下面我讲作为事业的 韩语国际教育 作为一项事业 这是我们各位同行 共同的事业 那么这个事业 它的发展 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和内部环境 还要特别注意 因应社会的需求 来发展我们这个事业 还有就是政策的支持 我们也在不断地调整 那外部因素呢 对它影响比较大 中国和共同盟的广告 好了 好多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 都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的发展 那内部因素 一个是政策的因素 一个是发展理念的因素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我时间差不多 刚才看大概十几分钟吧 我就先讲到这儿 因为不能展开 一会儿有问题的话 我在那个chatbox里面 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吧 王老师 我就讲到这儿 感谢崔听 请大家批评指正 好的 非常感谢崔教授的精彩报告 用这么短的时间 概括了这么详细的内容 高屋建林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赵阳教授 赵老师呢 当然也是非常的有远见 在这个网络教育技术的应用方面 应用在汉语教育方面 真的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两年呢 我曾经有幸参观过 赵阳老师带我去看 北大教育学院的这个语言 这个设备中心 其实是教室 非常的非常精彩 非常好 那么下面呢 请赵阳老师做报告 题目是 以线上教学为驱动的 国际中文教育 欢迎 赵老师 赵老师您的麦克 看来是 网络 还是电脑的问题 大家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 请及时在 chatbox里面 分享你的问题 好了 谢谢赵老师 我这是被静音了 所以我在聊天里提醒了一句 好 谢谢王老师 各位室友大家好 感谢王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使我们能够在云端相见 现在线下见面不容易了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呢 是我先把这个共享 主持人禁止参会 屏幕共享 给我解除一下 我现在没办法共享 应该是 应该是 可以share屏幕 我 我共享 共享屏幕 我看啊 您就选择 是 我知道 我打开以后 再写 主持人禁止参会者 屏幕共享 哦 是不是 把我给进了 应该是 您再试一下 赵老师 您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那就是刚才 可能by accident 对 好了 很清楚 各位好 我的报告题目是 以线上教育为驱动的 国际中文教育 刚才王老师也做了介绍 就是我 我对这方面 还比较感兴趣 我们2014年9月 推出了全球第一门汉语教训目课 基础汉语 留学一老师主讲 这门目课到目前呢 选课的人数 80多万了 这一门课 我们现在有16门课 在美国的考塞埃德上线 反映还是不错的 我主要讲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 线上教学是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 第二个 线上教学带来的挑战 第三个是 线上教学带来的机遇 首先那是 线上教学是 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 既然是自然结果 我们就要有一个 开放心态 接受它 而且是乐意接受它 而不是一种抵触 你比如说 美国 我们在2012年 我们说是 目课元年 美国的三大目课平台 2012年上线 Corsair edX 我们的目课主要在 Corsair edX 2012年上线 到了2019年的时候 全球目课学习人数 达一千万 这还不包括中国的 目课学习人数 全球900多所大学 制作了 13500门目课 这也不包括 中国制作的目课 其中微文凭课程 820门 学位课程 五股试门 什么是微文凭课程 Micro credentials 这是2015年10月 MIT推出了全球第一门 供应链的 叫Micro Master 什么叫Micro Master 就是我线下 有这个硕士课程 我把线下课程的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搬到线上 然后你选完了之后 我要承认你的学分 如果哪一天 你走到线下 来修我们真正的 要拿的一个文凭的话 我要承认你的学分 这就叫Micro Master 那么Micro Credentials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把学位课程 搬到线上 一部分 然后修完了之后 你修的这些学分 是认可的 这是2019年底的情况 那么全球的 五大目课平台 2019年 2018年以前呢 一直有个中国的平台 叫学堂在线 清华的 叫学堂X 2019年的这个 学堂在线 就不是了 换成了一个 Swayam Coursera AdEx Vacity Future Learn 英国开放大学的 还有这个Swayam 这是五大目课平台 那么中国的目课 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是中国的目课 而且这个数字 是新鲜出炉 为什么新鲜出炉呢 是今年的12月12号 今天是20号 一周前 陈宝生部长讲话中 提到的 12月12号是 世界目课大会 在北京举行 在那个目课大会上 陈宝生部长的讲话 说到 截止到12月12号 中国各平台 供应目课是 3.4万门 到去年年底 全球商业平台 的是13500门 而中国呢 是3.4万门 目课学习人数 达到5.4亿人次 有1.5亿 在校商获得了 目课学分 也就是中国呢 目前不论是 目课数量 还是目课的 学习人数 还是获得 学分的人数 都是全球最多的 可以说呢 中国和世界 其他地方 是有这么一个比例 那为什么多呢 可能这个 我们这个 目课建设的 原则 和 Coslet X 不太一样 比如中国的目课建设 政府主导 高校参与 打造名师 资源共享 它是这么一个路子 选课人数多呢 因为我们人数 基数 人口基数大了 在校生多呀 好 这是第一个 是一个自然结果 2012年 目课元年 你看到了目前 也就短短的 七八年的时间 就已经 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规模 它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结果 第二个 第二点讲 线上教育带来的挑战 今年是疫情 所以春季学期 我们课 语言课都到线上了 这是我们春季学期 语言课的情况 学生上课之后 有一个调查问卷 还是比较详尽的 这个课 我的时间关系 我就很快地过一下 这是调查问卷 一个总结吧 在线中课程的优点 上课方面 节省时间 随时随地学习 灵活自由 教学材料丰富 可以反复学习 和老师沟通 更加及时 你在线吧 随时可以沟通 提升自学意识 和自学能力 没人看着了 有这个自学意识 自学能力了 学习压力有所减小 为什么学习压力 有所减小 因为跟老师 没有这种面对面的 这种pressure了 还有呢 在线课堂 有学业保障 不会因为 没课上 而影响毕业 影响学业 那么缺的也很明显 缺少口语练习 不利于发音 以及汉字书写的练习 第二呢 缺少语言学习和学习 练习环境 都是每个人对的电脑 缺少和老师同学之间 面对面的交流互动 这个交流互动 就不仅仅是语言了 还有其他方面的交流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还有上课容易走神 不够专心 特别是如果这个老师 不要求开摄像头的话 他把摄像头一关 他听没听你也不知道 还有学习有时差 全球各地的学生 缺少学习氛围 刚才讲了 一个人对着电脑 不是那个 有一个班级的那个氛围 还有网络或其他问题 容易造成干扰 目前看的网络呢 中国国内的网络比较好 因为中国的四季基站 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 那么到其他国家 有些国家就比较弱 特别是比如说有些非洲 有些国家就非常 信号非常不稳定 第八点 长时间网课会造成眼睛背骨不舒服 就是缺点也很明显 那么在线中文教育 带来的挑战有哪些呢 在线教学并非只是将线下课堂教学 通过直播形式 简单的搬至线上 也不只是使用多媒体镜像学 这是一定要清楚的 不是说你线下的东西 你读完了 然后搬到线上 就是线上了 线上教学 它必须符合线上教学资源的一些特点 那么在线教育呢 带来的是一场新的课堂革命 建立一种新的教学场域 新的教学范式 新的学习范式 新的师生关系 以及新的学习环境 多少个新呢 还有呢 对互动方式有一个挑战 不是说不能互动 只是互动方式 要有所改变 还有呈现方式的转据 可视化资源需求量大幅增加 文字 照片 插图 动画 视频等等 直观形象的多媒体资源急需 那么评价方式也有转据 网络环境下 学习评价的内容 范围 主体 以及方式将逐渐从单一化 转向多元化 包括学生完成作业的形式 你比如说我们线下的话 学生完成作业 基本上就直笔 但是到了网上 学生可以用视频完成作业 音频 视频这方面的可能性 就一下子就扩大了 那么线上教学对三教 有哪些挑战呢 比如说教师 我们说教师要有人格魅力 人格魅力就是Christmas 什么是Christmas Be calm Be warm Be honest Be enthusiastic Be positive OK 这些都是Christmas 那么在线下 我们看到的老师 还很帅气 到了课堂里 挺亲切 但到了线上 就是一张脸了 而且如果我们镜头位置不对 所以方向不对的话 那个大脸呢 实际不是那么美观 离得太近的话 脸上的物资看得很清楚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问题 那么教材 这是教师 对教材呢 纸板的教材 就是静态的at hand 随时你翻 线上的动态 那么线上教材 就要求你可视化 叙视化 更强一些 你要充分利用 线上的资源的特点 对教学法的挑战 比如说教学原则 我们过去说 我们现在 谈这个各种法 谈的少了 我们现在的原则 那么我们 谈一个80年代 在中国 比较盛行的 一个外语教学原则 教师主导 学生主体练习主线 那么这些原则 到了网上 你怎么体现 怎么体现 教师的主导作用 怎么体现 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师的主导作用 学生的主体作用 如何通过练习这条主线 串起来 如何体现 以学生为中心 还有线上的反馈 评价 师生互动 声称互动 如何提供反馈 如何进行评价 还有一个就是单调的环境 如何吸引学生注意力 这些呢 对教学法 都提出一些挑战 那么宏观层面呢 其实就是对教学的 重新界定 重构教学流程 你比如说 外语教际法的 三批教学模式 presentation practice production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 教学模式搬到线上 你怎么实现 还有重塑教学方法 这教学方法呢 有教学法层面的 也有教学技能 技巧 这个微观层面 怎么做 还有就重新定义校园 到底什么是校园 重新定义教室 我们在网上 那堵墙不见了 我们怎么定义教室 我们怎么定义教学 我不是老师 但是我有个东西在网上 大家都在学 那么 我是不是老师 对老师 对学生 对教学 都有个重新定义 那么线上教学 带来的很多不是 大多与上售 重新界定 这些都需要重新界定 好 第三点呢 就讲一讲 线上教学 带来的机遇 挑战后面肯定有机遇 危机危机 危中有机 而且我认为这是一次 国际中英教育 难得的一次机遇 都有哪些机遇呢 第一个 首先是空间 现实空间是有限的 但虚拟空间 可以说是无限的 那么下一步 我们如何去 占领这虚拟空间 拓展虚拟空间 这是一个新问题 新挑战 也是一个新机遇 那么虚拟空间的竞争 将更激烈 那推倒了壁垒 那么 谁会占据其中 比如说空子宣的发展 现在实体空子宣 在美国受到打压 但是如果到了网上了 如果有真正的需求 你怎么打压 很难打压 很难拦得住 我们的16名汉语教学目科 都放在美国的 ConsoredX这商业平台上 他这种商业行为 你怎么拦 怎么打 还有资源和呈现的方式 为我们的资源制作 也提供了很多的新机会 这是空间上 那教学上 首先有一点 就让教学更有趣 比如说我现在上的英文的 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 系列的讲座 我个人觉得 到了线上 效果更好 因为有些那种音频 视频的展示 更充分 你在线下也不会是那些吗 你链接 然后让大家看视频音频 但是在线上 展示的更加充分 还有课程 课程呢 如果有线上教学普及的话 那么课程的特点 就是由平行结构 向金字塔结构转变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现在我上的二语系德 那好 我们现在目前啊 今天又新批了几十所 这个汉教硕士授权点 到去年年底是147家 这147所院校的 二语系德课程 都开 都开的话 我们这个课程是个平行结构 如果有网上教学 有适当的资源的话 这个结构 有可能就被金字塔结构所取代 什么是金字塔结构 有一门很好的木课 好 大家觉得这门木课 能够满足基本的需求 OK 我们就选这门木课吧 那好 选完了之后 那么我们每个学校的老师 在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们加一些特色 加一些自己的课程 给学生提供辅导 这样来说 课程的结构 就由平行结构 向金字塔结构转变 二元的 多元结构 就以前是二元结构 那么多元结构出现了 它提供了新机会 还有就是学位课程 线上教学 为学位课程提供了便利 线上为主 线下为辅 以前呢 我们都是说 你一定要到线下 那将来呢 有了线上 以线上为主的话 这就是由线上到线下 你先在线上选择了学分 然后有一些 不能在线上完成的 OK 你走到线下 我们来面授 还有就研究 研究提供了 什么样的机遇呢 就是线上教学模式研究 线上学习行为研究 这些呢 都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给我们研究 也提供了新的机遇 那么技术带来的挑战 要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 线上中文教育的缺点 刚才我们说是缺少互动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 怎么来解决这个缺点 解决这个缺点 不是说我不用了 不用你没办法 现在疫情怎么办呢 要通过技术解决方案 实际这个技术方案已经有了 就VR AR 现在就是要求我们的网速要上去 网络比较稳定 这些都没问题 而且这些VR AR 这些设备 在中国呢 已经非常便宜了 还有呢 要有智能化的学习系统 为每一个学习者量身定做学习计划 这就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 所以如果说线上教育真正的如果普及的话 我觉得对人的教育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机会 到了疫情后的教育 也只能是混合教育 而不是传统的课堂教学 所以说 经过这个疫情 The worl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永远不会回去了 我认为是这样 包括现在有些时候 我们说上 我们说开一个会 大家觉得那就别聚了 我们在线上挺好的 已经接受了这种习惯 接受了一种新的习惯 那么线上教育中的教师发挥什么作用 都跑到线上去了 刚才说教师这个Chris 教师的这个角色怎么来体现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 无论教育的形态是什么 教师既是教育者这传统的角色 现在的角色也是学习过程的参与者 和学习共同体成员 教师也是终身学习者 那么作为教育者 教师除了传授知识技能之外 还有同样重要 甚至更加重要的使命 启发激励学习者 enlighten and motivate 这个作用即使到了线上 也还是有的 所以无论教育形态是什么 国际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呢 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为什么说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是目的 就是我们国际中文教育的目的 就是教会学生一种语言 教会学生用语言的能力 教会学生听说读写技能 也是手段 那么通过外语教学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全人教育 让外语教学 让汉语教学 让国际中文教育 为促进学生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做贡献 这就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角色转变 不是像过去说的专业对口 现在来说 他这个过去的目的 现在变成了现在的一种手段 所以呢 教师的作用并没有减弱 只不过呢 我们要考虑如何再更充分的发挥出来 好 时间关系我很快的 讲得非常快 就把我想的一些 所思所想吧 简单向各位做了一个报告 主要这三方面内容 线上教学是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 所以呢 不要说不适应 不要说抵抗 它就是一个自然结果 就像我们过去 扔了毛笔用钢笔 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是一个工具的感觉 线上教学呢 带了一些挑战 但同时呢 线上教学也带了巨大的机遇 那么谁能抓住这个机遇 那么下一轮竞争中 就会获得优势 实际呢 这也是一个重新洗牌的 一个阶段 好 谢谢各位 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 非常感谢赵阳教授精彩的报告 在这么短的时间 给我们高屋建林 介绍了这个线上网络技术 带来的新的现实和变化 同时呢 分析了这个优势和缺陷 同时呢 也为我们未来的教师的职业的发展 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说 你想不被淘汰吗 你想更有优势吗 这个教育技术绝对不可忽略 非常感谢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 是就请梁宁辉老师来主持 报告人与听众互动时间 这个时间也很有限 请报告人呢 就这个chatbox里面的问题 先每个老师回答一个问题 好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几位老师的精彩报告 那我们就按照今天的这个发言的顺序 来请各位嘉宾从留言区里面 选择 先选择一个问题 然后来进行回答 然后如果我们有时间 我们再进行第二轮 那个古川老师 他因为明天有早课 所以已经 已经走了 所以我们先请这个 孟老师 您看看留言区里面 您可以选择一个问题 来给我们的听众进行回答 孟老师 您的那个 这话筒打开 麻烦您 好 话筒打开了 那听得到吗 能听到 能听到 我看里面好像有很多问题 不过有一些孟老师已经回答过了 对 那么这里有一个汉字教学中 汉字教学为中小学教育的一部分 在韩国是否受欢迎 一般在韩国是不受欢迎的 学生们对汉字是有一种那个畏惧心理 甚至有一种这个厌恶的心理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做这个汉语教学工作的人 认为这个学生们这个有汉字素养 对这个汉语学习是有帮助 但是这个实际学生 在韩国 因为有那个韩文字母的关系 不靠这个汉字 也完全可以这个进行那个书面交流 所以这一点上 跟我们的那个主观愿望是有 比较大的距离 好的 谢谢孟老师的回答 那下面请崔老师 您选择 这个问题比较多 我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有老师问 这个汉语国际教育 或者叫国际中文教育 与海外的华文教育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海外的华文教育 和国际中文教育 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比方说 有的时候我们的教学对象是一样的 教学目标是一样的 教学任务是一样的 甚至有的时候在一个班 这个继承语的 海外华文教育的这些学习者 和其他的学习者 混合编班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很多教学资源 完全是可以共享的 但是呢 也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海外华文教育 主要是针对华裔子弟 所做的华侨子女做的教育 所以开始的时候 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现在的华文教育 和国际中文教育 这两部分已经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开始融合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学科的人 大家应该在一起合作 应该共同来建设 我们的教学平台和教育资源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在以前 我们这个是一个汉办 一个桥办 桥办和汉办是井水 不犯河水 我们现在说 这两支队伍 大家应该合起来 一起来做这件事 我回答完了 谢谢 谢谢崔老师的回答 好 下面我们请赵老师 您选择一则 好的 我就按照顺序选 第一个问题就是 是王仁忠老师提的 线上教学各有千秋 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 北大的实践怎么做的 教师和学生的反馈如何 目前来说呢 北大的实践都是线上 就是留学生因为来不了 就是线上 当然我们这个研究生是线下 有些是线上加线下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个人觉得将来的形式 就是线上教学 后边也有一些老师评论 就是说如果说疫情过去 肯定还会恢复这种线下 这也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觉得线上教学的作用 经过这次疫情以后 人们至少心理上不那么抵触了 我们过去推动这么多年效果不张 这一次疫情让我们接受了 而接受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种改变 什么改变呢 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我一直认为呢 我们不要老从线下考虑线上 我们习惯了线下 线上这个毛病那个毛病 我们应该有一个方式 就是从线上考虑线下 线上将有哪些优势 我们要把那些优势发挥到极致 你比如说我们从线上到线下 你比如说北大有预科 我们现在就设下 我们以前的招预科生的话 是HSK三级才能进来 经过一年 然后强化训练 一年之后上北大的本科 现在我们如果看了一个好苗子 没问题的 07点你现在去线上学 学一个学期 然后有个考试入门了 然后你再到线下 到入学来学习 这是从线上到线下 从线上到线下 可以有很多的预备课程 你比如说 我现在上这个当代中国的这些课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这些课程 是放在线上的 你知识类的你在线上学 然后到了假期里 我们根据你选的这些知识类课程 我们安排线下的一种体验 到这以后直接的就是去公司 去企事业单位 去学校 有一种体验了 这样来说就把线上和线下 有机的结合起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从线下走到线上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班结束了 结束了怎么办 我们要继续学习 OK 我们在拓宽 虚拟空间 我们继续开展学习 尽管我们已经 走到世界各地了 但我们这个学习共同体还没有散 我觉得未来可能是这么一个形态 这是我的一个认识吧 好的 感谢赵老师的精彩的回答 我觉得也为我们今后的 这个汉语教学 在科技时代的发展 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觉得未来的这个趋势 还是线上线下 这个互相结合 这个应该是今后的 这个发展的方向 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进入下一场 王老师您看呢 就 好的那下面呢 我们就请来欧洲 这个欧洲区域的几位 学者专家来给我们 进行下一场的讲座 我们首先欢迎白乐桑教授 白老师是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 副会长并且创办了这个欧洲 汉语教学协会 并担任会长 白老师今天的报告题目是 中文教育史上的主干教材 及中文教育的独特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欢迎白老师给我们做报告 谢谢主持人 首先感谢王生忠老师和主办方对我的邀请 今天能见到那么多的不同大洲的老朋友 很高兴啊 我的题目标题很长 甚至我加了一点东西 就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非对称现象 当然我主要是还是以法国的视角来探讨 我先想讲两点 那个自二十世纪末以来 中文第二语言教育在全球有了很大的发展 可某一个特定的学问 或某一个学科均会历经产生 成形巩固并发生质变 甚至暂时落后的过程 也会经过克服种种心理上 或者认识上的认识障碍 种种因素会阻碍科学思维的形成 第二点呢 就是中文教育在不同的土壤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背景啊 教育传统啊 教育体制啊 教学对象的不同 都在这些不同的土壤摘根 好那我先开始讲 这是那个非对称现象 以法国为这一方呢 那个中文第二语言教育 作为正式教学活动 是于1814年 剩余法国巴黎工学院 那个法国东方语言学校 当时叫做学校 是1843年成立 开始了一个中文系 开始设计中文课程并编写 包括现代汉语教材 这是19世纪中叶的 那个那也就是说中文第二语言教育 作为一个在官方机构的教学机构的 这么一个摇篮就是位于法国 那个中国呢 那就是中文第二语言教学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是于1978年至1985年之间 上于中国 这是我叫做的那个学科化的质变 所以这已经是有类似一种非对称现象 那个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而且这种非对称现象 使得可能有时候别的学界 或者包括中国 可能不一定已经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以法国为主要就是代表国家 以及包括欧洲个别国家 法国一所高中是很早 1958年开始了中文课程 那中文于1968年 纳入法国国民教育高考 那也就是说80年代已经开始发布 不好意思不打错了 开始发布中文教育纲领性文件 那一发布纲领性文件 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类似于学科化的 这么一个过程就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了 另外那个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 开始成型的时候 中国以外个别国家也已经开始在基础教育 开始正规的汉语课程 那中国呢 那到现在中等教育的中文教育 中文教育这一外语学科的关键基础 在中国基本上还很陌生 除了一些个别的国际学校啊 可是跟那个中国对外汉语教学这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而那个外语教育在法国在欧洲 应该说是最具有活力的 包括从那个研究的角度各方面呢 还是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 那个非对称现象 先是三十包括理念和偏见 那个欧洲呢 这一方呢 是自从20世纪末个别国家的中文教学 逐渐的与其他外语教学建立了 机制化的联系 中文教育界已经开始 接受多元语言的理念 这是跟欧洲框架是有直接关系呢 那中国呢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 一直没有跟中国外语教学界 建立机制化的联系 另外呢 在中国比较流行的一个 就是课版说法 是以英语以外的语种被称为小语种 这说不定是影响着 就是一些观念 那个中文教材呢 确实作为教学路子的一面镜子 那我觉得是处于断裂的状态 那法国呢 从19世纪的法国教材 以注重单字及语速 分别对生词和生字进行解析 教材是在中文教学二元论 为隐性原则而编写的 这是早期的教材 二十世纪下半叶呢 西方国家多数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主干教材 是以显性而完整的二元论 为总体路子 二元论指的是 就是认为中文是有两个 语言教学单位而不止一个 那中国大陆及台湾呢 由于以语言学的视角探讨 中文教学并继承了 五四运动以来 对汉语语言文字的种种成见 就是故主流教学法与教材 基于模仿西文的一元论模式教材 也就是说 就是认为 汉语跟别的语言不例外 只有一个语言教学单位 就是词 主流教材隐含了汉字 并不是语言教学单位的观念 从而导致语速组合处理的缺乏 由此坚定了词高语字的局面 那二元论呢 就是如果简单的定义 就是把字与词 作为中文两个最小语言教学单位 字词兼顾 初级阶段 以字代词 注重字词笔 字的频率及复显率 这一根本选择 涉及到汉语教学本体 汉语教学效率 汉语教材编写 汉语等级标准 以及课堂教学诸方面 一元论呢 就是认为 与西文一样 把词作为唯一的最小语言教学单位 词代字 不注重字词笔 字的频率 以及字的复显率 不把字作为记忆单位 还是要回到基础教育 那个汉语教学论作为学科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形成的时候 中国以外 个别国家 现在也越来越多 一开始在基础教育 开始正规的汉语课程 并开始出现 严格意义上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科目 大纲 汉语教学目标 包括汉字教学目标等 中国是1978年对外汉语教学学科 就是吕毕雄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 北京地区的一个会议 首次提出 应当把外国人的汉语教学 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意见 对外汉语教学 形成自己特有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 由此决定了他特有的研究方向和范畴 如果看西方几部有影响力的教材 初级阶段是高拼字控制词 生词表也有生字表 注重字词和词词就坚固 字的浮现率和词的浮现率坚固 由此区分主动字和被动字输入和输出 输入和输出 字词比比较高 撤开部件 给每个部件加以命名 还有提供汉字方面的助记办法 中国主流主干教材 这从二十世纪中叶是词带字 分散式字 有生词表 没有生字表 基本上没有生字表 是注重词的频率 注重词的浮现率 字词比较低 对边旁部件不进行 就是拆分或者部系统的进行拆分 也不给部件命名 那如果更具体一下 那个二元论呢 当然是注重这个字 作为一个比较特别的语言教学单位 所以标注语速 拆分命名 我刚才就是列举了一些例子 还有培养字感 还有注重组合 处理语速 字的浮现率等等 包括这个记忆 记忆这个怎样记住一个汉字 从方法和具体办法 这是包括在法国从19世纪的教材 就比较关注的 那最后呢 那个费对称现象是观念上的分析 那这一方呢 是中文教学学科认为是归属于外语教学学科 也就是说归属于学科教学论 那一方是认为就是基本上是认为中文教学学科归属于应用语言学及语言学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观点 第二呢 那这一方是认为就是传递转化中国语言和文字为主的 而那边呢 是认为是分析描述中国语言为主 第三 本体文体是以教育本体为主 那另外一种观点是本体文体是以语言本体为主 下面呢 是注重中文的特性 那另一种去向是把中文的特性加以淡化 第五呢 汉字被视为教学单位 另一种路子是汉字被视为书写工具而已 第六呢 就是中文第二语言教育也应该被视为第二文字教育 所以也会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教学方向呢 和基础就是设定一些就是把门槛标准这个理念 也应该应用在就是汉字身上 那个方向呢 就是把门槛标准理念只应用在词汇语法和言语行为上 所以最后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不同的教材 这第一是一元论教材 一元论教材就是刚才就是体现了刚才我提到的一些特点 就是基本上是跟西文呢 不同年代的教材的模式差不多 那就是这是圣词表 可是下面没有 或者是用汉语课本的 当然有不同版本的 可是就标注了汉语拼音 下面呢 就那个短文下面呢 就是圣词表 圣词表的下面就开始列出几个语法点的注释 包括练习呢 或者基础汉语呢 就当时比较流行呢 二元论教材呢 包括自从19世纪下半叶的 主要是法国教材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是一一一讲了 可是一看这个 就是东方语言学校的 就是现代汉语的 不是文言文的 现代汉语教材 一看这一页就能看得出 每一课书都是处理语速 也就是把单字 除了读音词 也把单字当成一个教学单位 如果拿就是想 The Francis The Francis The Francis 系列教材 这是在20世纪可能 翻译最大的一个 在国外的一个汉语教材之一 还是 彤炳正先生的 在英国 他也有相关的论述 就是对字 有明确的论述 这就跟 就是脱离了这个 议员论 还是本人的教材 那就会有共同 基本上有共同的 比较相似的 可能是德方克先生的 主编的教材系列 和我本人的 写的特别关注这个 尤其是初期阶段 以字 以高拼字 就开始编 就是日常生活的 一些句子和短文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是字控制词 无论怎么样 是把这两个 当成语言教学单位 注重字的频率 这是德方克先生 就是开辟的一个 就是一个路子 一看一刻书 就能看到 先是列出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谢谢你 好 我已经差不多了 最后就是 这个呢 可能请大家注意 这是据我所知 第一本面向西方中学生的 汉语教材 是法国1966年出版的 这个呢 也是二元论教材 这是我本人的 就是教材 也是二元论的 好 我简单的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白老师 给我们非常系统详细的 对比了中国 以及法国 欧洲的中文教学的发展 还有教材观念上的一同 并且分享了这个一元论 和二元论的这个教材 觉得非常发人深省 引人深思 这些方面的课题 我觉得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好 下面我们就请张新生教授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报告 张老师是英国李启蒙大学的 中文教授 现任这个语言中心的主任 他今天的报告题目是 英国的汉语教学发展与现状 欢迎张老师 好 大家能看到吧 屏幕分享能看到吗 可以吧 很清楚 谢谢 就是谢谢这次研导会的 组委会三位老师的这个邀请 我今天呢就是应那个 王老师点的题目 就是讲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英国的汉语教学发展和现状 就跟前面古川老师说的 要在15分钟之内 之内把历史和现状讲清楚 不太容易 那就历史就来跨越是 为什么翻译 好 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 但重点呢 主要是想介绍一下 目前发展的这个现状 尤其是近20年来发展情况 以及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 跟今后的一个趋势 这是 先讲历史 其实跟法国的情况相似 虽然没想法国那么早 尤其是从设立第一个汉语教授来讲 但是实际上英国的汉语教学历史也非常的长 那么它只要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讲的汉学部分 另外一部分当然也汉语教学 那么跟所有欧洲的情况一样 早期的汉语教学跟宗教跟传教是有了极大的关系 那么马里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立本 他的写的一些东西 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价值 当然是他当时的主要服务对象 是为了要去传教的这些人学习汉语 但是呢他就开了一个先河 从此之后 真正如果看到英国在民间就开始有这个教学 其实在大学里面最早的出现第一个教授 在37年在伦敦的国王学院 那么这个教授不但自己在学校里教书 他自己也开夜班课对社会教授 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由于东学西建的原因 社会上对汉语以及汉学和中国的一些文化东西 十分的有兴趣 那么也就是因为如此在 由于有英语的关系 所以英国出了一大批专门搞汉学研究的人 然后呢翻译了很多中国的一些经典 包括中国的唐诗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东学西建 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之后是九世纪的中期 牛津和剑桥后来也纷纷的设立了这个中文的教授期 但是比较成规模比较大的比较专门的 那就是在一战快要结束的时候 伦敦成立的大学东方学院 现在叫亚非学院 那么这个学院呢 其实成立以后 当然主要是为了培养当时大英帝国的殖民官 以及要到他的殖民地去进行物证物商 这样的一些人才 有点相当于外交学院 那么这个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 就是在20年的中期到末期的时候 叫老舍先生就在这个学校教了几年的中文 这几年教书的经历对他从原来的一个教中文的 最后变成了一个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跟当地的老师合作 推出了一个教材叫言语生片 这几年国内研究他的这个很多 言语生片其实是一个英国整个外语教材系列的一部分 叫lingophone language course 其实是lingophone chinese 那么这套教材的特别 在以后佟先生刚才白老师提到的佟秉正先生 跟Paulad先生 他们的那个汉语口语里边其实也有体现 这其实有一个传承性的问题 那么到了二战以后 中文的教学主要是汉语的研究 就开始转向现代 那么跟区域研究 就现在的中国学也好 中国研究也好有关系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后来就出现了很多 我们讲的双专业的学位 就是中文家 中文家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 几乎可能是这些年比较大的发展 在汉语教学方面的话 很多课程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而单一的汉语课程 尤其是近几年 其实人数呢在减少 那么刚才白老师说到了 其实看一个国家的汉语教学 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它的基础教育 那么在英国的情况来讲 基础教育 就是中小学间的汉语教学 毫无疑问是进入了本世纪以后 才开始有比较大的发展 那么这也包括了在大学里边的汉语教学 这个汉语公共和 那么在这些领域里边 就进入21世纪 英国的这个汉语教学的发展 其实间接直接的都可以看到 我们国际汉语教学发展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们的空子学院和空子课堂 一会儿我还要讲到 但是我想总结的一点 其实说近期 这50年来 英国的汉语教学也好 研究也好 其实跟实用 跟这个它的英国这个文化 跟它这个实用 传统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 这个呢 刚才我讲到了 因为跟空子学院有关系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在欧洲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欧洲 100多次孔苑 300多次孔子课堂 这是整个欧洲 光是在英国 孔苑占了六分之一 孔子课堂就更比较将近 将近占了一半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孔子学院 或者我们国际汉语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对英国本身 中小学的教育也好 因为孔子课堂都在中小学 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值大的 那么 把几个部分我看一下 就是现在就讲一下 小学的汉语教育 那么在这本世纪之前 其实英国的小学汉语教育 几乎是没有的 很少在个别的私立学校里边 有公理学校几乎没听说过 但是从了进入本世纪以后 因为英国对美每年都有一个 语言研究的这个年度 趋势的一个年度报告 那么根据这个报告的 这个跟踪呢 这些年发展 大概像目前来看 是大概有1%到2%多一点 尤其是到了2012年以后 英国把这个整个中学的外语 强迫性的外语课程考试取消了以后 现在就成了选修课 把语言就放到小学里边去 小学虽然可以把中文 作为外语学习的科目来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其实选中文作为小学的外语的 这样的数量 其实还是非常小的 而这几年的发展 只要是选了很多小学 都是跟我们的孔子课堂 或者孔子课堂 在下属学校有了这样 或者那样的一种关系 这在英格兰以外的苏格兰 威尔士 这个北尔兰 更是如此 那么作为基础教育的 另外一部分 就是中学外语教育 中学的外语教育 在英国时间稍微比较长一些 但实际上在本世纪 进入国际汉语教育学推广之前 其实在英国做的比较多的 是英国文化委员会 跟汇丰银行 他们一直在中学里边 推动中学的汉语学习 到我们孔子学院出来以后 第一个孔院 在以中小学为主的孔院 是成立2006年 当时在英国专长学校基金会 它的专长学校就是中学 都是有自己特长 语言的 什么数学的 体育的 就是语言类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对象 这个孔子学院呢 已经现在就并到了 伦敦大学的教育学院的孔院 这是同一个孔院 那么一会儿还会谈到 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么现在 当时我做的时候 还是150多 从我看到一新的一个统计 到去年11月份 已经建立了第161个孔子课堂 所以孔子课堂的数量还在增加 那么英格兰中学里边 这个中英培优项目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这就是2015年 政府拿出了一笔钱 1000万英镑 说在五年之内 要培养5000名 能够流离使用汉语的中学生 这个项目今年要节响 时间到了 是否能延下去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项目对推动公立学校 英国公立学校的中文教育 是有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但是这几年 尤其是近两年 整个汉语学习的中学生人数 尤其是参考人数 有了一种下滑 那么在整个中学里边 设置中文教育大概有20% 但是这个20% 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之间的差异 非常大 给大家看两个数据 这个是 基本上可以看到 这个参考的人数 就是说可以看到 他这个初中的 跟高中的参考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直增加到18年以后 然后18年开始 就这两年就开始 有了回落 有回落 那么这个呢 是公立跟私立的学校 从可以看得出来 公立的学校这几年也在增加 但是增加的幅度比较低 也就是百分之十几 但是到了私立学校 你可以看 40%的私立学校都开设了中文课 所以公私业之间 它有一个在开课的过程中 这个自主权和财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呢 刚才我讲到这个语言的这个趋势的调查 它每年都是抽象的调查 在英国很难做出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统计 在16年的时候欧汉汉汇 我们当时要做一个国别白皮书 这样一个白皮书的项目 我们在英国当时就做了一个调查 你们可以看到的 整个英国有三万多所的学校 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抽样 大概这个抽样 大概有百分之十之多 这是中学小学都有 最后的结果 真正我们能够查到的 开设中文课程的这样的学校 大概也就是百分之二多一点 百分之二点几 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汉语教学在整个英国的 中小学基础教学里边 跟其他的语言相比 其实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最主要的一点就讲到 一个汉语一个语言 如果它说纳入了一个国民体系 我个人有一个看法 它有三个阶段 一种的话只是政策上的陨入 就是我可以让你进来了 这个在国盟 在世界上目前 说的大概有将近七十个国家吧 我们已经进入了 但是你进入了一个 只是个名义上的 第二部分是体制上纳入 就是它自己有自己课程 大哥有自己教师培训体系 有自己的教材 有自己的课程设置 等等这一些 这才是体制上纳入 但是真正的要纳入 是它一个深入的融入 成为它真正体制的一部分 在英国目前只是在融入的坎上 门口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进去 这是目前英国的情况 那么可以看看其他的情况 国家 那么这个就介绍一下英国的大学 英国的大学我刚才讲到了 其实进入21世纪以来增加最大的 就是汉语加 但是整个中文的情况 我看看美国什么都有这个趋势 这几年其实人数上 其实什么在有些下滑的这个趋势 相反倒是在学习公共汉语的课程 这样的人数还是在增加 最近这几年 最近这两年速度开始方慢 因为这个相关这个机构 也没有在统计这个数字 那么他一直排在四位到六位外语 肯定是排在三大外语之后 就是说欧洲的三大语言 那么在另外的大学里面 近几年 近五六年到十年 我们进入英国的这个大学的老师 他的背景啊各方面的话 明显的要比原来的要好得多 都是科班出生 然后教学会呢 英国的这个汉语教学研究会 这几年也越来越活跃 那么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趋势 就是过去这几年 这个上面是列路五年 这个之间的这个大学 各个课程的招生人数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 它是在不断不断的在下滑 可以看到 可以看得出来 在最右边的这是现代的 这个是公共汉语的 大学的公共汉语的课程 现在目前几乎所有开设外语的 这样的提供外语课程的 大学语言中心都有中文课 中文课的人数在逐渐的上升 目前大概占了整个外语学习人数 将近大概十分之一左右 十分之一左右 那么这是目前大学的 这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那么讲到挑战跟趋势 那么从中小学来讲的话 目前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源保证 刚才我讲了政府拿出一千万 是目前的项目 今天就要结束了 以后怎么办 因为资金的这个投入 非常的重要 再一个小学开了中文 跟中学怎么过渡 中学跟大学怎么样的连接 这些都是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么刚才我讲到 体制的融入问题 离不开教师的培养 教师的培养就和就业机会有关系 最最重要的 可能面临中学和大学都面临的 就是学科建设 刚才那个孟老师讲 那个几个老师都有 都讲到这样的问题 趋势来讲 跟好多不少的国家 我看都一样 这些年 这两年 其实人数的增加速度 已经明显的放慢 可能我估计 还能还有所降 那么另外呢 就是英国大家都知道 已经脱欧了 这两天还为硬脱软脱的问题 还讲不清楚 但是脱了欧以后 到底情况会怎么样 大家还不是很清楚 那么当然是 因为如果英国脱欧了以后 或许会对和中国这方面 外贸关系什么的 会更有分量 那么也可能也有些 其他的机会 毫无疑问 在今后的几年里边 学习公共汉语课程的人数 肯定会继续大于专业人数 那么在中小学 他的学习人数 他的竞争的语言越来越多 因为英国把语言放开了 就等于说你竞争 不只是欧洲语言 还有其他的语言 大家选择也多了 那么从趋势和挑战 都来两方面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讲到的国籍 汉语教育或者中文国际教育 跟英国本土的外语教育之间 他的这种合作 应该可能要更加密切 可能才能保证 他今后的这种发展 总结一下 就是英国的汉语外语教学 在整个欧洲来说 也是具有相当的历史和规模 尤其是从基础教育来讲 就是刚才我讲的中小学 那么这近20年 英国的汉语外语教学 不管是中小学 还是大学 其实跟汉语国际教育发展 其实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刚才我已经给大家看了 光是你从孔苑的数量 和孔子课堂的数量 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呢 跟其他语言相比 尤其是中小学 它的基础还是很薄弱 那么我们16年做的 刚才我说 做的提到的这个调研呢 也能够显示出这样的东西 因为它的分布啊 非常的不均匀 在伦敦 在那些商贸 比较发达的地区 它可能就比较多 私人学校就比较多 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它就比较少 但是不管怎么说 如果要进入基础教育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资源道保证问题 英国的汉语外语教育 由于它历史的原因 其实它在实践中 激励了很多经验 我们一直也想 我一直有个想法 就是把它历史的一些东西 就是要稍微梳理一下 刚才我提到了几个人 包括还有很有名的 像我说魏托马 当时用的那种拼音的方案 其实也是用的非常广泛的 一直到最近这几十年 才被汉语拼音取代掉 那么这个经验需要梳理 那么明年后安会的 国际研讨会讲的就是 欧洲的语言教学传统 以及跟世界汉语教学的 合作交流 那么这些都是 从历史树立的角度去看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 可以借鉴前人的东西 其实前人做了很多的工程 很多的工作 我们还是值得借鉴的 那么作为英语的汉语外语教学 可能其实跟其他一样 刚才崔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前面我讲的 国际汉语教学 其实是一个事业 对吧 大家崔老师都在讲到这个问题 但是很重要 从刚才任中老师讲到了高度的问题 如果要是学科建设 没有做到很好 没有研究去支持的话 那么它的发展相对来说 我就会选择比较薄落 所以就为什么前期 我们欧汉会在组织一个论坛的时候 就把重点锁定在了学科建设 当时以欧洲的视角 因为跟其他外语的学科建设相比 我们也比较新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那么希望呢 跟同仁呢 在这方面以后呢 能够继续的讨论 好吧 时间关系呢 我就简单的把这问题介绍 有什么问题 到时候我们再交流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张老师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给我们快速的梳理了 英国的汉语教学发展和现状 使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很有借鉴意义 我们期待着张老师 在今后能够给我们提供 更详细的这个报告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就没有办法很惋惜 好 那下面我把时间 今天交给王老师 请您继续主持 好 梁老师正好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刚才一直在听 各位专家的报告 真的是很开眼界 不愧是咱们这个 非常有影响的 资深的专家学者 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给我们这么大量的信息 而且概括的有条有离 真的学的很多 我觉得比看书要快得多 在有限时间内 掌握大量的信息 和了解他们的见解 下面呢 我们还有另外两 三位这个欧洲的学者 那么首先请 瑞士日内瓦大学的 谢洪华教授 来给我们做报告 他的题目是 瑞士汉语教学的历史 现状特点与前景 欢迎谢老师 好 大家好 你们能看到那个分享屏幕吗 看到了 看到了 您要打全屏吗 我看看吧 好 好 谢谢 谢谢主委会 谢谢王老师的邀请 我今天就在这个 有限的时间里面 给大家介绍一下 瑞士的汉影教学的情况 当然瑞士跟前面 各位专家的报告都不一样 因为你们这个日本 韩国 英国 法国 都是汉语教学的大国 所以瑞士呢 国家很小 人口很少 所以呢 是一个另外的一种类型 可能跟瑞士的情况 比较相似的是比利时 就是最属于这个多 而且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一个多余国家 所以我现在稍微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要讲的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瑞士的 那个原始动的情况 因为这个涉及到 跟他的汉语教学 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就是 瑞士汉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 这个历史呢 可能比英美这些大国呢 大概刚才跟大家的介绍 就是往的差不多一百年 所以是发展的比较慢 起步比较晚 第三个部分呢 我就讲一下 这个瑞士汉语教学的特点 就是在这个多余背景之下的 这个汉语教学的情况 以后呢 在最后讲一下 那个困难和出路 瑞士是一个小国 是一个中立国 是一个直接民主 这大家都知道 也是个联邦制 国家只有不到九百万人口 有二十六个州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这么少的人口里面呢 有三种官方语言 这三种官方语言 是德语 法语和意大利语 有四种国家语言 再加上一种罗曼时语 所以这个罗曼时语 是真正的瑞士语 但是这个罗曼时语呢 使用的人口很少 只占瑞士人口 使用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瑞士是个移民大国 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的语言 的第一语言 不是这四种语言 所以这就很复杂 就本身的国家语言 有四种 以后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它的第一语言 不是这四种语言 然后这个移民语言里面 有多种多样 还不是只有一种或者两种 而是有几十种 一会儿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瑞士的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点了什么东西了 稍慢一点点击 因为快了它就转不过来了 是这个 我再来 怎么就断掉了呢 看能不能退出 重新 重新分享 我要重新 因为那个 好像有点问题 不出来了 您退出这个分享 然后单独 查看一下您这个 PPT是什么 我现在退出了 单独看一下 PPT是 停住了 还是怎么样 另外我们 会务组 李清老师 也许可以帮助 一会儿试一下 打开 看看 我全部 我已经把那个 是 那个 怎么会 再来 好 那好了 对 我看到了 好 所以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个是那个 四种国家语言的 那个分布图 然后就所以 国家的语言政策呢 就是 那个母语 就是有四种母语 以后呢 第一外语呢 是一个 要学习 另外的一种 国家语言 也就是说 如果是德语区的人 他的另外的一种 第一外语 他必须得学习法语 或者意大利语 以后第二外语 才是英语 所以英语呢 是 从初中开始学 第一种 第一种官方语言 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以后还有第三外语呢 一般来说 学生他学拉丁语 或者古希腊语 第四种外语 才是其他的外语 所以 你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学生 学习语言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国家 他是明确 保护多语的并存 所以 瑞士和比利时 经常是被 视为一个 多语主义的一种典范 这是第一 瑞士第一外语的教学图 不同的颜色是代表 第一外语的教学的情况 所以 大家也能看到 就第一外语教学里面 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日内瓦 有唯一的一家的 私立小学 在2012年到2017年 有一个汉语班里面 有十个学生 这十个学生里面 就有八种不同的学生母语 所有的学生都会说 至少两种以上的语言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2017年 日内瓦大学教育学院 对日内瓦的一所中学的 151个学生 进行了他们的语言 使用情况调查 的结果是 在这151个学生里面 他们使用 34种不同的语言 每个学生 他平均可以说 三到四种语言 所以 更多的 我下面这个画片 就是 有41个学生 能说三种语言 51个学生 能说四种语言 29个学生 能说五种语言 所以这个是在瑞士 非常普遍的情况 第三个例子 是我刚刚看到的 日内瓦州公立学校的 近7万个中小学生 最常用的语言 的20种语言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英语才占第五位 德语才占第十三位 汉语只占第十九位 所以在日内瓦州 就是使用的语言 非常多 日中关系 就两个国家 一直以来 都是商业上的关系 比较多 因为确实是个中立国 两国的关系也比较好 比较稳定 所以这个汉语教学 在这边 主要的困难 是跟这个多语有关系 而不是跟他的政治上的原因 瑞士早期的汉语教学 最早是1938年 一个荷兰人叫做萨奈 cancer 他在瑞士首次开了 那个汉语犯和汉学的课程 1947年就 瑞士的远东协会 已经创办了一个半年刊的 一个学术刊物 叫做亚洲研究 这个刊物现在已经变成了 剂刊 现在还一直在存在 就是对于 主要是对于 中国和日本方面的研究 瑞士只有两所大学 有汉学专业 一个是德语区的苏里士大学 他们的汉学系成立于1963年 每年的学生大概有50到100名左右 有25名老师 但是这个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全职的 这个也是瑞士大学里面老师的一个特点 所以巨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半职 或者50% 70% 30% 各种情况都有 第二家的汉语专业是我们大学 就是日内瓦大学 汉学系是87年成立的 72年先是开了一个中国历史课 以后76年有设置了汉语课 以后87年开始成立汉学系 我们系每年招生的就是20到50个人 所以学生也不多 总共有16名学生 我们有一个东亚研究硕士 和一个亚洲研究硕士 下面这个亚洲研究硕士 是个多学科的硕士学位 比较成功 从2006年开始 这两个汉学系的结构 都是重点在研究中国古代 古代中国 当代主要是文学方面的研究 所以这个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这个亚洲研究的硕士 因为这个专业是跟国际关系学院 和经济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 所以实际上是亚洲研究 这个汉学怎么把它职业化的问题 这是一个尝试 但是现在十几年来非常成功 每年的学生都很多 瑞士的孔子学院也比较少 就是一直到今年9月 有两家 一个是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 快十年了 2011年挂牌 这是一个研究型的孔院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学术外交 还有巴塞尔大学孔子学院 是13年挂牌 可是今年9月已经停止运转了 这个我就不说了 除了这两所大学的汉学专业 就是汉学系 瑞士总共有12所公立大学 这个每一所大部分 好像只有一所公立大学 没有汉语课 大部分的大学都有 每个大学里面都有一个语言中心 所以这个语言中心里面就有汉语课 另外还有很多私立大学 比如说洛桑酒店管理学校 就是世界最有名的酒店管理学校 他们有汉语课已经设了很多年 学习汉语的学生很多 他们总共有三个老师 所以学生很多 中学 这个可能跟别的国家的情况比 更加困难 汉语至今没有进入公民基础教学 主要是因为那个学生的 外语学习任务已经很重了 所以现在有一个瑞士 不是有就是2012年 有一个瑞士中学汉语协会 他们的目的是把这个 汉语变成就是中学的一个特殊选修课 这只是目的 就是他肯定不可能是一个 一个一般的选修课 是一个特殊的选修课 但是到现在这个都没有 这个申请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批准 到2018年的调查 有40所中学有汉语课 所以这个量其实不少 因为全瑞士只有170所高丽中学 公立中学 所以有40所中学已经有汉语课 所以人数呢大概在400和600之间 当然大多数的私立中学里面 汉语课比较多 所以现在只是在公立中学系统 比较比较困难 所以刚才说这个进入中学 外语系统的主要的问题 就是国家的中小学生的学 外语学习的任务已经非常的繁重 所以呢这个目前在我看来 这个目前的希望不是很大 在短期内希望不是很大 我举一个例子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在一个日内瓦 比如说一个葡萄牙级的一个学生 因为在日内瓦的第一外国人群 其实葡萄牙人特别多 他是在葡萄牙土生土长的 所以他的第一语言是法语 他在家里面跟父母说葡萄牙语 小学三年级他必须开始学德语 因为他要学另外一种官方语言 初一开始学英语 初二开始学拉丁语 所以如果他想学习汉语 他高中想学习汉语 这个汉语至少是他的第六种语言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 比如说一个西班牙人 或者是另外的一个国家的 他的情况跟这个葡萄牙级的情况 学生是差不多一样 还有各种各样这个汉语教学里面 还有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 有各种各样的中文学校 华语机构 还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学校 这里面我有一个单 就是这个日内瓦 日内瓦只有50万人口 不到50万 接近50万人口里面就有 将近20类的汉语课 不一样大学专业汉语课 公共汉语课 那个华语学校的汉语课 台湾学校的联合国就是国际组织的语言课 语言学校的汉语课 私立中学私立小学的汉语课 所以汉语课的种类非常多 所以其实学生也比较多 特点呢就是跟欧洲各个邻国大国相比呢 就是发展的比较晚起步很晚 规模呢到目前仍然很小 但是他的特点呢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就是国家小人少 可是呢多语言多文化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从原来的汉语 50年前这个汉语 汉学研究转向了多层次的 那个汉语教学 就是这个专业汉语 这个跟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 就是专业汉语的数量 相对稳定没有增加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那个学生数量都没有增加 但是公共汉语就是普通汉语的学生 非常多 就大幅度增加 这个汉语教学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从古代的中国 渐渐的转到了当代中国 当然最大的特点是这个多语背景 所以我说这个多语背景里面 是一个是个人多语背景 就是每一个学习者 他会说很多种语言 还有社会多语 也就是说在同样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在日内瓦 在街上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多 很多种语言使用 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的汉语教学 他跟其他的国家的汉语教学是有 是不同的 这个多语现象就是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 比如说在法语区 在法语区 比如日内瓦是法语区 有近30%的人是每天说德语 有27%的人每天说英语 还有12%的人每天说意大利语 但是我们在法语区 所以这个也是瑞士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 所以这个国家多语呢 就是我刚才说了 比利时和鲁森堡跟瑞士的情况一样 都是国家不是很大 国家很小 人很少 但是语言很多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多语呢 会是未来的汉语教学的一个特点之一 因为现在未来的职业人口流动性很大 那个地球 刚才各位很多专家也说了 这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世界越来越小 所以能够说 特别在欧洲 能够说多种语言的学习者会越来越多 所以以后我们的汉语教学 可能面对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学习群体 就是说他们能够使用多种语言 而且这个汉语已经 就是不是二语三语 很可能是四语五语六语的学习 所以这个学习有什么不一样 答断一下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谢谢您 这个困难呢 就是在一个多语的国家呢 就是有点各自为政 就是这个语言多元化和国家统一性之间呢 是有很大的矛盾的 比如说我们在法语区 我们跟可能跟法国的汉语教学界的联系 要跟瑞士的德语区的汉语教学研究呢 你的要联系要更多一些 所以这个是一个困难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多语到底是一个 在这个多语背景下的汉语教学 这是一个优势还是一个劣势 目前呢研究很少 所以我们不知道 这样的学习者 他在学习汉语 他到底对他带来的是有利 还是弊端更多 对未来的发展呢 可能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大学的汉语系 没有增加 别的国家呢 可能跟政治上有些关系 但是这个不是瑞士的情况 所以是不是跟这个人口流动 有些关系啊 还有就是这个汉学系的学习呢 缺乏当代元素啊 缺乏职业元素啊 这些可能都是要 要发展这个大学汉学系 要考虑的情况 还有师资的情况 这个可能跟全世界的情况 是一样的 就是专业的老师很少 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居住在瑞士的中国人 所以他们都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现在瑞士至今没有一个汉语师范专业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大学是培养了 汉语教师的 前景啊 就是 就是刚才说 要 我们要展开一个对多语学习汉 多语者学习汉 的一个研究 目前也比较迫切的是要设立一个汉语师范专业 就是怎么培养 能够 适应这样多语 环境下的汉语教学的这样的 教师人才 日内瓦大学的翻译学院至今还没有汉语专业 比如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瑞士的 我觉得瑞士呢就是做什么事情 他们的质量很好 但是速度非常慢 所以 我们也没有一本瑞士自己的多语背景下的汉语教材 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学的汉语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关系 我觉得那个我们的亚洲研究这个硕士学位 还有孔子学院为那个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开的那个汉语模板 非常成功 每年上百学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未来的汉语教学要 就是发展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把汉语和其他专业 结合起来 中学就中学汉语怎么进入职业高中 在那个我们的一个州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 也非常的成功 所以也要怎么把这个汉语和职业结合起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汉语 发展汉语教学的一个方向 最后呢就是这个汉语怎么跟其他的员互动 比如说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俄语 阿拉伯语 要跟他们一起 要一起来共同争取成为中学的特殊选修课 因为如果单独汉语自己来申请 这个成功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 好 那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批评执政 非常感谢谢老师 谢教授的精彩演讲 这么短的时间把瑞士汉语教学的环境特点和汉语教育的各个层次的情况说得非常清楚 真的很受益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请来自法国巴黎的巴黎大学的齐冲教授来给我们做20世纪的法国汉语语法研究的专题报告 欢迎 欢迎齐老师 谢谢王老师的邀请 非常高兴 来给大家介绍 这个20世纪的这个法国汉语法研究 我就先 我就先这个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这个 看得见吗 看见了 很清楚 这个可能这个题目呀 跟前面的那些专家学者们可能有点不太不太一样 但是呢 我想就说的 怎么说呢 从法国的这个汉语啊 语法研究的这个发展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本体研究 对这个法国汉语教学的影响啊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还是有必要的啊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分析啊 在这呢 我就是简单的 而且要很快的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好 杰老师 有有老师问能不能用全屏 哦 哎呦 这我还不知道怎么弄 哦 我看看啊 全屏 就是 我看 对 重新 重新 重新来 对 全屏其实就是你 呃 分享 打开之后呢 你点击它的这个 放PPT的这个 呃 那个 呃 对 您您这不是 呃 有一个像小 电脑视窗的那个 那个符号 在上端 这个 提要的上端 好像是不是点击那个 哎对 是不是这个 这个是吧 哎 这好像没有了 没有啊 没有关系 那您您就按您这个刚才那个方式分享吧 那是我 现在还 哎 习老师怎么 掉线了 嗯 呃 呃 老师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呃 给各位 呃演讲嘉宾 提 呃 写在 chatbox里面 啊 好吗 嗯 习老师回来了 习老师您那个麦克风没打开 习老师您的麦克风 哦 好了 好了 各位刚才是没让我躺 哈哈 我再弄一下啊 好的 好的 这个 应该是 这个可以对吧 行 这可以 嗯 然后呢 我就这样 这样行吧 对 这就是全屏了 啊 好的 好的 那就行了 谢谢 没问题 好 呃 就是 就是分两部分啊 呃 我就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就是 这个首先呢 第一部分是 概述一下这个 二世纪初到现在的这个法国语言学科呀 他的呃 他特殊的这个发展背景下的这个 法国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和特点 啊 以及呢 呃 一些法国汉语法学家的部分研究成果 就是主要的一些 呃 汉语语法学家啊 第二部分呢 就介绍就是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有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啊 就是一个是这个呃贝罗贝一个是白梅利啊 呃 同时呢 也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呃研究目标方法呃以及成果 我不知道怎么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动了 不动了啊 呃 这个很奇怪 呃 那您退出全评呃 呃 做结果哈哈 讲讲课整个这个这个我这个屏幕不动了 就是说后来我就掉线了 还出现这个问题 现在看得见吗 现在没有分享 没有分享 您刚才 没有分享 对 您现在得分享一下 啊 对不起 对不起大家 这个这个实在是 呃 呃 现在行了是吧 对 现在好了 好的 我就把这个 我就 那我还是这样吧 啊 行 这样 这样可能是 对不起啊 大家这个呃 首先呢 就是二十世纪啊 这个呃 法国语言学学科的这个 它的背景啊 就是一个状况啊 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 索旭尔啊 从二十世纪初啊 它的这个 普通语言学教程啊 出来以后呢 这个法国呢 就变成了这个 自然而然的啊 也就成了一个 这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 这么一个基地啊 呃 那么结构语言学呢 在法国呢 呃 结构主义语言学呢 事实上在法国呢 可以分为这个 功能主义和分布主义 呃 功能主义呢 它的代表人物 主要是这个马提内啊 呃 他呢 主要是呃 呃 就是呃 对这个形式 呃 形式啊 和这个实体啊 这个 它的对立啊 进行一个 呃 这个理论性的研究啊 呃 分布主义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对 其实它对法国的 这个呃 原学的 这个二世纪 原学的影响 还是很 很大的啊 呃 这个可以说当代语言学的一个基础吧 但是呢 法国的语言学啊 依然还是结构主义啊 占主导地位啊 尤其是结构主义影响下的这个 呃 话语行为 语言学啊 他的代表人物有 比如说 Peminist啊 呃 这个呃 他是梅耶的这个学生啊 主张呢 这个语言的比较研究 呃 然后呢 还有这个 Guri 啊 他是 巴黎第七大学 就是我们大学的前身啊 呃 他是他的教授啊 语言学教授啊 然后他主张呢 是把句法语意和语用联系起来一起啊 啊 分析 然后呢 创建所谓的这个位词运算和话语行为的这样的理论 Ducco 呃 也是这个法国呃 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教授啊 然后他是至于这个呃 语意和语用学的这样的研究 我们看到啊 就是在法国的这个语言学的这个背景下呀 呃 他是 他的这个背景还是属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背景啊 并不是说呃 就是呃 呃 有一个新的理论 嗯 大家就跟着上啊 啊 然后就呃 马上就把以前的这些理论呢 然后就把它呃 就是呃 移气调啊 呃 在法国呢 他还是 即使是所谓的结构语言学 但是呃 结构主义语言学 但是他的这个对呃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这个发展啊 呃 实的这个状况啊 就是呃 对汉语的研究 就是汉语语法的研究啊 呃 那么 还是在二战以后 也就是说 我刚才说到的二十世纪 其实二十世纪下半年啊 呃 就是他的呃 语法的研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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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汉语语法有独特见解的 这么一个学者 呃 语法学家啊 那么呃 呃 他的这个呃 呃 同时呢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啊 《东亚语言学报》啊 这么一个就是呃 呃 非常在语言学 即使普通语言学方面啊 都是很有名的一个呃 这个这个呃 期刊啊 呃 那么呃 他当然呃呃 呃 因为他是可以说是呃呃 呃 这个呃 东亚语言学的这么一个奠基人吧 之一啊 呃 他的这个学生呢 呃呃 比如说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比如说有克里斯啊 包华丽啊 罗端啊 啊 普方沙呀 啊 这样的一些学者啊 就到现在都非常活跃的啊 一些呃呃 就是研究汉语的中文的学者 啊 那么他的一些论著呢啊 啊 比如说有呃 呃 反译啊 论反译这个呃 呃 汉语呃为例啊 啊 然后他呃 呃 以此呢 就是推导在这个这个 这个普通语言学的在普通语言学的这么一个呃 大的背景下啊 啊 进行了研究啊 然后有汉语的这个名词类啊 呃 当时他就提出了58年的时候提出了定制和非定制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区别在汉语当中的啊 啊 那么呃 同时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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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这个汉语当时的是和有就是所谓的 就是在法语当中是呃 就是做过非常呃 呃 这个多的研究的啊 这样的一个呃 动词的一个呃 呃 就是关于语言学的一个理论的啊 这么一个研究啊 呃 呃 他也呃 有自己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独特的一些观点啊 我们继续呃 就是介绍其他的一些学者啊 比如说还有Alice Gartier 啊 他关于这个呃 呃 在72年的时候 他就写过一本书啊 就是关于专著啊 一本这个关于汉语动词性 结果不语啊 这样的 这些书呢 就刚才跟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呃 李家乐的一些呃 这个文章啊 是一样的啊 就是没有没有介绍到啊 咱们国内去啊 这是很可惜的 其实他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成果价值是 呃 非常非常巨大的 可以说 啊 比如说他还呃 做过这样的一个呃 比较啊 明明复合词 以及他在他们在这个汉语和印尼语中的指称啊 这个是一个呃 可以说呃 有一定的开创性的啊 就就九十年代的时候吧 呃 呃 当时我们对这个呃 呃 复合词尤其是这种啊呃 呃 深受大家的欢迎 我刚刚看到的这么一个中文的这么 很多研究啊 啊 那么呃 而且他的研究这本书呢 这个专注呢 是在这个这个普通语言学的这个呃 框架之下的啊呃 呃 韩然热呢 对非洲语言是非常熟悉的啊 他在非洲啊 就是做过很多关于非洲语言的一些研究 那么汉语也是他呃研究对象之一 呃 还有两分钟 谢谢您 还有两分钟 哎呃 呃 呃 那我就 那我就快点吧 呃 呃 那呃 好的 呃 那么我就想说一下法国汉语语法研究的这个特点 是他研究第一啊 他研究不分学术门派啊 就是致力于针对这个呃 语言事实的研究 而且呢 他的这个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啊 大量运用这个实验啊 以及对比啊 来揭示这个汉语语法的这个规律啊 和现象 呃 同时呢 他受呃 法国传统汉学的影响 对历史语言学啊 而且类型学在汉语语法中啊 呃 的研究啊 就是呃 他占有一定的啊 就是特殊的一个地位啊 呃 最后呢 他的这个研究者啊 啊 他的语言学的功底 都是比较深厚的啊 他们在研究中一般 对语言学科的各个分支都有设计 而且呢 不距离于某一个语法点 比如说呃 刚才说的李嘉乐啊 啊他对音系学啊 汉语的音系学都有呃 呃 很多这个这个呃 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看法 好 那么呃 我就那我时间不多了啊 啊 我就嗯 没法介绍就是呃 详细介绍贝罗贝和白梅利 这两位教授了啊 我只能就是到最后呃 说一下呃 就是贝罗贝先生啊 他的这个语法 语法化研究啊 刚才其实要呃 没有时间就是具体的介绍他啊 但是呢呃呃 他的语法 经常是会被这个类型学 类型就是语言学当中的类型学家 呃 以用的 他的研究皆是语法演化的机制啊 比如说类推啊 重新分析啊 外界啊 前两个呢 是语言内部的机制啊 外界是外部的这个机制啊 呃 这个都是呃 贝罗贝先生对呃 这个类型学的一个呃 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些贡献啊 也是在基于他对汉语的研究啊 这个基础上啊 啊 那么呃 这个呃 呃 我想说的是 呃 就是总结一下贝罗贝先生啊 他的这个呃 汉语语法研究呢 使他在这个国际语言学界 尤其是这个历史语言学领域 就享有很高的这个声誉和威望啊 好 最后介绍一下啊 就是很简单的啊 介绍一下白梅丽教授啊 白梅丽教授呢 呃 呃 我就 呃 最后说一下 呃 呃 在这儿啊 那么 其实他很早啊 就是77年的时候啊 他就呃 发表过就是关于这个汉语的 这个复杂名词短 名词短语 关系语 语速 的啊 这个咱们 经常提到 朱德西先生啊 啊 说过这个论的啊 啊 对吧 啊 呃 这个呃 或者说的啊 这么一个一个研究啊 白梅丽教授呢 呃 确实也很早就做过这样的一方面的一些研究啊 他的研究 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啊 啊 进行的 而且他的研究事实上 呃 有一次跟沈家宣先生聊的时候 沈家宣先生还说 这个他其实已经把事都是问题都说透了 啊 我们知道再继续啊 所以说明啊 呃 沈家宣先生对呃 白教授的这个啊 他的这个呃 研究的欣赏啊 啊 那么呃 后来他还继续啊 在做这样的研究 尤其是到了一直到现在啊 其实我想说的一直到 比如说呃 1998年的时候 他还对这个这个呃 把背叫让啊 啊 这样的一些啊 就是汉语当中比较特殊的啊 语法当中特殊的一些现象啊 进行了一些呃 就是呃 具体的研究啊 那么呃 他的研究呢 涉及了汉语语法的基本的概念啊 是这个法国 是这个世界汉语语法研究得到新的扩展 他和贝罗贝教授 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呃 就是一个呃 纵向的和横向的啊 就是一个是历史 一个是共识啊 这样的研究 好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啊 那么就是进入20世纪啊 呃 作为一门就是新性的这个学科啊 语言学在整个欧洲的传统语法研究领域啊 掀起了一场革命啊 法国呢 从传统的这个汉学 以及对汉语的语音啊 文字啊 和词汉语的研究中转型到深入汉语各个领域 尤其是汉语语法研究啊 啊 那么呃呃员学家们更是致力于自己的专长 同这时期蓬勃发展的这个呃员学理论 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总之20世纪呃 法国汉语语法研究的丰硕成果 为世界汉语研究 以及汉语 以及语言学研究啊 呃 做出了突突出的啊 极为重要的贡献 汉语 法国汉语言 汉语语法研究者呢 具有自身的这个特点啊 首先我总结了三条啊 一不敢潮流 不一味的这个追求新的理论啊 在汉语中的应用啊 只选择呢 最适合于描述 描写和分析汉语的方法啊 第二呢 就是注重语言现实的事实啊 这从这个欧洲大陆啊 传统的这个方言学啊 和结构语言学的 绝对主义语言学的这个 影响是分不开的啊 第三呢 就是强调这个语言间的这个 比较和类性学的分析啊 从贝罗贝和白梅利啊 他们的这个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来看 法国在此领域的研究水平 并不比其他地区逊色啊 他们和其他法国语法学家的共同点 就是把汉语语法同普通话 普通语法对不起啊 他的这个研究结合起来 在方法和这个理论上寻求突破 从而使这个语法研究 创新啊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法国的这个汉语语法 本体的研究 自然而然呢 当然就推动了汉语 这个应用领域 包括法国的这个汉语教学 本土化和多元化 石头的这个发展 好 我的这个介绍就到这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提到这个大国 确实是可以有很多方面 是有自己的独特的实力 那么从奇教授的介绍 我们可以深刻的了解到 大家都知道索西尔等等这样一些中文人 贝罗贝 还有这个 梅白利 他们的特殊贡献 对财啊 就这样 确实是很精彩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请 下一位 来自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 张奇教授 来给我们做 报告 他的题目是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Irela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谢谢 欢迎 张老师 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 主要是 爱尔兰 汉教学的过去 现在 以及未来 发展 今天报告的内容 主要分为 大概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给大家做一个概况 做一个概述 讲一下 爱尔兰 汉语教学的背景情况 包括这里 华裔人数的增加 以及这里 孔子学院项目的推进 以及爱尔兰 本国的 语言政策 是如何制定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 是有选择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2013年到2017年 做的一个大型的问卷调查 第三个部分 是介绍一下 汉语课程 在爱尔兰高校里面的 开展情况 然后最后做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背景情况 在90年代末开始 爱尔兰成为了受移民 所欢迎的国家 根据2006年的人口普查报告 可以看出那时候 大概有14000多的华裔人数 到了2011年的人口普查 就看到这个华裔人数 已经增长至17000多人 这里边的华裔移民 基本上都来自于中国的东北 尤其是90年代末 2000年初的时候 国有企业改革 有不少的下岗工人等等 这些情况 促使了这个区域 来移民至爱尔兰的人 相对比较多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人口普查的人数 人数是指已经移民的 15岁以上的华裔人口 它并不包括在爱尔兰 长期居住工作 学习生活的这些华人数量 如果将这些数量一起加进去的话 根据欧盟的一份报告 大约是2017年的时候 这样的华人数量已经达到接近7万人 那这些我们华裔人口的增加 当然潜在地推动了在爱尔兰 学习中文的热情 之前张欣生老师已经很详细的介绍了 英国的汉语课程发展的情况 我这里只做一个很简单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2004到2005年 英国的汉语教学有了显著的发展 因为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设立 而爱尔兰是在2006到2007年期间 这个汉语教学有了一个很显著的发展的 因为在这一年期间 有两所孔子学院在爱尔兰建立了 分别位于UCD和UCC 而第三所孔子学院是在2019年才建立的 这两所孔子学院的建立 正是让汉语课程进入了爱尔兰的中学和大学 尤其是大学 它先是从大学开始 那在爱尔兰的国家层面呢 2014年的时候 媒体就已经指出爱尔兰公民的外语技能需要提高 于同年有一个短期的汉语及文化课程 被介绍进入了爱尔兰的中学初中部 进入爱尔兰初中部 这个课程是有100个小时 总共100个小时 而它的课程设置是70%是教授语言 30%教授文化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 因为70% 30%非常的 就是你怎么样界定 71%不行吗 29%不行吗 比如说 那到了2016年的时候 爱尔兰国家技能战略规划就指出 对个体能够运用汉语交流的需求 有了稳定的增长 于是在2017年 爱尔兰国家语言10年规划 明确的指出 需要提高爱尔兰学生的外语技能 那在这个规划里面 已经设置了将汉语作为一个为期两年的高中课程 并且列为爱尔兰的高考科目之一 也就是说在2017年 爱尔兰才开始计划将汉语作为高考科目之一 那2019年的时候呢 这个国家课程评量就已经发布了他们起草的汉语课程描述 然后2019年12月我们也去参与了他这个课程描述的讨论 公开讨论 也就是说今年2020年 今年的9月份 我们在爱尔兰的中学高中部 有了第一批的学习为期两年中文课程的爱尔兰学生 而这一批学生将会在2022年的6月参加高考 也就是2022年未来才会出现第一批正式在中学学习了汉语的爱尔兰学生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背景上 政策上可以看到就是还是处于初 非常爱尔兰的汉课程还是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其实也就像张新生老师之前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汉语的这个课程的学习 汉语的学习其实经过三个阶段 那爱尔兰这才在第一个阶段 才在政策阶段开始正式有了汉语课程 那我们所做的这个问卷调查呢 是2013到2017年做了四年的问卷调查 然后每一年都有600多 甚至有两年是有超过1000人的学生参与了这个问卷调查 是针对中学里面汉语学习情况的 好我有选择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调查的结果吧 这是比较我选了四个比较有意思的结果 第一个就是我们问到他们他们所喜欢的课程是什么 这是一个填空题 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学生都觉得 他们都挺喜欢学习中文的 而且这个选填中文的人数跟填法语的人数不相上下 我们要知道法语在爱尔兰已经作为中学科目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 而中国中文作为一个很很新的一个科目 但是学习愿意学习就愿意喜欢这门科目的学生还是占非常多 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很令人高兴的一个结果 第二个就是当我们问到你是否未来愿意继续学习中文 你可以看到在2013到2014年绝大多数还是说不愿意 但2014到2017年说愿意的学生占了大多数 也就是说中文的推广它需要时间 经过推广之后愿意继续学习的人数是已经明显有所增加 第三个有意思的结果就是当我们问到 就是你每个星期在学校学习多少时间的中文 2013到2014年没有 是因为如果您还记得的话 2014年我们才在初中部介绍了这个中文的短期课程 为期100个小时短期课程 所以那个时候学习中2013到2014年 其实都是属于课外活动 属于比如说孔子课堂 或是孔子学院派出的志愿者 去给他们做的一些课外活动 作为extra curriculum的一个课程 到了2014年之后 好有了这个短期课程 那绝大多数学生都只是一个星期学 一个课时或者一个星期学 一到两个课时 极少数学校会有开到三个课时以上 所以绝大多数都只是学40到80分钟 或者是40分钟一个星期 第四个有意思的结果就是我们当问到他们 你愿意用 你希望老师上课用哪一种语言来上课 绝大多数都选择 要么用希望老师多用一些英语 或希望既用英语也用中文 极少数会选择只希望用中文来授课 这个结果有意思在于 我们知道有不少的指引 包括美国外语教学协会的指引 也是希望课堂上90%以上的授课 都应该用目标语来进行授课 比如说就应该用中文来进行授课 可是学生的意愿却是相反 他们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母语 有一定程度上老师能够用英文 就是学生的母语来进行授课 最后一个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的结果就是 当我们问到学生 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作业功课 最受欢迎的是group project 小组活动 能够合作完成一些作业 合作完成的作业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反复抄写练习 包括语法练习 学生也非常喜欢 我们进一步了解之后 发现学生说他们觉得有用 我们这反复抄写这样语法练习 有可能是非常枯燥的 甚至是很好体力的 但是因为学生觉得有用 他们还挺喜欢 这也是出乎意料的地方 那总结一下我们这个问卷调查 所能够看到的就是 中文受欢迎程度 是需要时间慢慢推进的 而且现在能看到 学生愿意未来能够继续学中文 那是否对于我们未来大学里边 学习中文的人数可以有所增加呢 这是值得我们未来观察的一个点 那在课程设置方面 就涉及到这个我们的那个课时数 最早最开始的武川教授应该是 也提到就是这个和和孟 孟教授也都提到在日韩那边 就是课时数这个这个问题 课时数相对比较少 那我们能看到这个问卷调查就是 中学里面的确中文的课时数 是非常少的一个星期一个小时 40分钟就一个课时 或者是一到两个课时 那中文跟英文差异是非常大 那一个星期只有一到两个课时 那学生能够学到多少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点 第三个关于教学法方面 一个就是教学语言里面英文的应用 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反复抄写练习 这两个都是第一个是有意 第一个关于教学语言应用 是跟其他一些指引可能相反 学生意愿是跟指引相反 第二个抄写是令我们比较出乎意料 没想到他们还挺喜欢 这样反复抄写的练习 好说完中学的情况 我们来看看爱尔兰大学 爱尔兰巴索大学 爱尔兰一共巴索大学 然后我们将巴索大学都开设的 汉语初级课程做了一个梳理和对比 然后这个梳理对比之后 能发现这巴索 当然巴索大学都开设汉课程 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汉语 的确是受欢迎 有不少学生愿意学习汉语 它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所有这些初级课程 都说学生在完成之后都能够达到基础的听说读写方面的汉语技能 但它的在完成课程之后的那个程度也有非常大的差异 比如每个学校课程里面所说完成初级汉语课程之后 有的学校说他们学生能掌握100个汉字 有的学校说他们学生能掌握600个汉字 当然这个汉字这么大的差异 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 接下来我第二个说的是课时数 有的学校一个星期是三个小时的课时数 有的学校多达八个小时的课时数 而它每个星期八个小时的课时数之后 他们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初级课程 然后接下去下一个学年或下一个学期才是下一个级别的课程 所以差异是非常明显非常大 好那我就做一个总结吧 在爱尔兰来讲汉语的确越来越受欢迎 我们可以从人数上从政策上都已经看到这方面的 都显示出汉语受欢迎的程度 因为脱欧 爱尔兰是作为欧盟内部除英国之外的唯一的英语国家 那如果脱欧之后很有可能进一步让爱尔兰成为受移民欢迎的国家 那这样的话那就会进一步推动爱尔兰本土这个多语化情况的变化 因为爱尔兰国家非常小 刚刚听到瑞士的情况 我就也会想对爱尔兰跟瑞士一样也都是很小 但是瑞士特别的跟爱尔兰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多语 但是爱尔兰相对它并不是那么多语的一个国家 那在爱尔兰的中文教学发展可以看到是非常初级的阶段 如果说根据之前老师能提到的汉语国际教育还是处于少年时期 那在爱尔兰的汉语教育应该就是处于婴孩时期 婴儿时期 比如说我们在2020年今年9月份才有了第一批的 就是在中学里面正式学中文的学生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他既是机遇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那是机遇的地方就是在初期 那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吸取其他地方的经验也好 教训也好 能够形成一个适合本土的更好的一个汉语课程 那挑战就在于之前有老师在留言里面也说到怎么样能够让中学和大学的这个课程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衔接 这个衔接包括比如说以下几个方面 课时数 他们中学的时候我们刚看到一个星期就一到两个课时 可是上了大学最少的一个星期也三个小时 多的一个星期有八个小时 第二个汉字 比如说汉字的衔接 汉字应该教多少 怎么教 第三个我们教学语言的衔接 中学的学生表达意愿是希望用多用他们母语英语 而指引告诉我们90%以上都应该用目标语 这些都是未来爱尔兰本土汉语教学需要值得思考的地方 也很希望各位师友能够多给我们意见 能多给我们提点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张奇教授的非常细致高屋建林的这种解读和介绍 那么给我们提供了爱尔兰整个的这样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社会环境 在其中呢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了这个爱尔兰汉语教学的婴儿时期 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非常精彩 感谢 下面呢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蔡薇老师 蔡老师您来主持下一个阶段 好 谢谢 到了我们 中所期待的互动时间 是不是我说话有回音啊 没有 但是能不能再稍微大一点声音 好的 我们又到了中所期待的互动时间 我们现在就请来自欧洲国家的五位教授来给我们回答问题 那我们就按刚才的发言顺序 请五位教授来给我们回答问题 我们先请白老师给我们回答问题 白老师可以请您选一个问题吗 谢谢主持人 其实问题不少啊 我简短的回答吧 有一位是说不少学生现在只想学一点口语啊 也就是说汉字可能是不是没有必要呢 我觉得这种声音可能要保持一点距离啊 因为如果是法国正规的教学机构呢 那那个不可能是说我只学这个呢 不学那个呢 我们是有大纲 有教学目标 所以我怀疑这种声音是不是来自一些孔子学院呢 那孔子学院呢 我现在就不评论他们是怎么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实施 那个有关于德芳克先生啊 德芳西斯 是说那个德芳西斯当时也是 觉得那个汉语拼音是起很重要的作用 甚至说不定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是 是不是对今后是取代汉字呢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矛盾啊 我只是说我只是对德芳克先生的那个教材的编写原则 我觉得特别适合汉语是典型的二元论 他的其他一些观点呢 其实是属于怎么说呢 语言政策啊 或者别的 这不矛盾了 关于那个现在中国的教材 是不是走向隐性的二元论呢 我觉得还有一段路啊 可能发现国外是中式汉字 所以最近几十年是 就是有一些附加的一些 可是没有从最初的编写原则把字和词作为教学单位 我的评论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戴老师对汉字的这个精彩评书 好我们现在请张新生老师给我们回答问题 谢谢那个蔡老师 我其实刚才我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可能该回答的都回答了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还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老师吧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 张老师太客气了 那要不您选一个您最想回答的问题 跟大家回答一个问题呢 好吧 就是刚才有位老师 可能是不是吴小丽老师问的 我想不起来了 就是讲到了这个学生的连续性的问题 这个我刚才提到了就是作为一个挑战 就是小学中学和大学之间的连贯的问题 这个确实是问题 因为一旦这个学 一旦就在教育体制里面 如果你把这个课程开出来 刚才那个事 张旗老师也会提到这个问题 因为阿尔兰的情况我也很关心 那么英国虽然发展时间已经很长了 但中间这个断旦的现象依然很严重 而且其实政府呢 又没有实实在在的政策和保证 能够 我们能够确实的说中文以后 还能够继续像过去这些年里面 这么发展下去 所以可能影响的因素很多 而对于大学和社会层面的汉语教学 我倒并没有什么担心 所以就是回到刚才白老师说的 我们可能都比较关心的是 一个我们的汉语 怎么进入一个国家的国民体系教育 刚才蔡老师也讲到了 在努力还没有进入 但是呢 这个在欧洲不少的国家 现在正在发生 进入的比如前两天 有马西尼讲的意大利啊 那个西班牙也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东欧的一些国家 现在已经陆陆续续都有了 葡萄牙也在努力 爱尔兰这是已经 进入了第一个阶段 政策上允许了体制上还得慢慢的来做 我觉得这个在欧洲啊 可能是一个真是一个挑战 不知道在美洲跟其他的国家情况怎么样 这个可能就是这次会议 我觉得从刚才王老师说 这个维度上这个横向来互相连接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就特别谢谢 谢谢这次这个研讨会的筹备的 就是小美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张老师 谢谢 那我们现在请谢洪华老师 来选一个问题给我们回答 刚才在那个聊天室里面 我也回答了大部分的问题 我只留着一个问题没有回答 就是王老师 王仁忠老师提的问题 就是这个个人多语 对这个汉语学习有什么影响 我自己多年的经验呢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影响是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 就正面的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学生 他思想比较开放 他比较有创造力 他经常就是已经是一种习惯 他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会使他们觉得很吃惊 每一种新的语法现象 语言现象 他们都都会跟他以前 他他知道的别的三种 四种五种语言进行比较 所以他他总是能找到相似的地方 所以呢他他觉得好像很正常 所以他不会觉得这个汉语呢 啊为什么那么特别 为什么那么难 好像学生 我在就是听着学生说的比较少 他觉得好像比较 比较容易接受新的现象吧 我觉得这个是 而且那个也容忍度也比较大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正面的影响 负面的影响呢 就是感觉中有一点边缘化的感觉 就是说那个学生吧 他就是他他会说很多种语言 但是他每一种语言 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汉语呢 好像呢也是就是 我觉得学生他比较容易满足他的语言程度 就是反正他他会说的五种语言里面 可能有三种是我们我们说半桶水吧 所以他也觉得这个汉语半桶水也可以了 所以呢就比较 我觉得这是实际上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还有一点呢就是 我发现那个这个在瑞士的学生 这个多余背景学生的他的偏误的现象 因为我研究过这个项目 就是学生的偏误分析 有很多很独特的现象 这个我不深入说 因为那个因为因为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他的他这个偏误的那个根源 可能是跟他的多余背景有关系的 好我的回答就到这里解说 谢谢谢老师对多余环境优缺点的分析 那我们现在请齐冲老师来选一个问题 来给我们回答 好的 我看有王老师的这个问题 也有这个黑龙江大学白老师的问题 王老师的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这个西德这方面的 就是用认知方法进行西德 这样的一个 我不太了解 因为我对这个这方面 这个领域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 我有一些同事 就是确实是运用这个 认知语言学里边的这个 西德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 做的研究 这我知道 但具体我就很难答上来了 那我就继续回答一下 如果有点时间 就是白老师的这个问题 后面还有好像 但是我就只回答白老师这个问题 就是他说国内有 Bemini's的这个 普通语言学问题的这个选择本 将来会不会看到更多的 这个法国汉语言学学者 Diko Belobe的这个著作的中意本 希望能看到啊 因为确实是比如说贝罗贝 他的关于这个这个 语格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虽然是也是上世纪 80年代的这么一个 他的这个博士论文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 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希望能够看到 然后他就说 他也问就是法国汉语研究 和汉语教学 是如何互相影响和促进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 比如说我举一个 我所知道的例子 就是我们学校吧 有这个我们这个 就是所谓的中文系 然后呢同时呢 也有一个这个语言学 语言学系啊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系 那么在语言学系里边呢 也有这个研究这个汉语语法的 这样的学者专家 然后呢我们的一些学生呢 如果对这个语言学 汉语语言学 或者说汉语语法感兴趣的话呢 比如说应用啊教学呀 或者是其他的领域 那么他们都可以去 语言学进行这个这个深造 然后他们那边的语言学的一些教授呢 同时也在我们这儿啊 做一些教授一些 这个这个关于汉语语法 和普通语言学的一些 就是基础的一些教学 那么这我觉得 从这个实践啊 这个这个这个角度啊 教学实践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它是有互相影响和促进的 好我就回答到这儿啊 谢谢齐老师的回答 我们现在请张齐老师来回答一个问题 好谢谢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 我已经回答了在那个聊天室里面 但是有两个可能可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的 一个是是学生上课的时间 和他们课外应该用多少时间 在大学里面欧洲应该是都是一致的 我们欧洲我们有那个 ETCS credit对吧 欧盟大学里面一个credit 对应多少个课堂的课时 对应多少课外的时间的学习都是一致的 我大概算了一下 大概也就是一个小时在课堂的时间 对应了课外应该每周应该大概9到10个小时的 self study 你自我学习时间 但是有多少学生其实真正能够做到这个也是一个疑问 第二个是有老师问到 因为学生 因为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有学生说 很喜欢这个反费抄袭的练习 他们就问他现在网络教学 那看就怎么样教 这个是刚才赵阳老师其实在今年夏天和做了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最早期的这一批在网络教学之后的经验的总结 然后当时我也做了一个很初步的一个调研 然后发现这个汉语教学的确有他 刚刚在变成网络教学之后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当时紧急的情况变成网络教学 就今年大概三月份的时候 主要的思维模式还是想怎么样能够把线下的课程变成线上的 可是也像刚才赵老师所说的 我们不要把想怎么样把线下变成线上 而是想怎么样能够最大的maximize那个线上的优势把它发挥出来 那基于我的经验就是 现在大家智能手机的应用是非常广的 而我们对学生 当然我教的是大学生 所以中学的经验我相对比较少 大学生他们人手一部智能手机 无论是让他们录视频录音频 还是让他们如果你一定要他手写和字 写完拍照上传 然后变成比如说一个profolio 变成一个学习日志 这都是很容易可以实现的一个 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实现的一个操作 所以这也是就是可以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那大体的方向还是像赵老师说 怎么样能让线上的优势发挥到它的极致 不用太多的想就是原本线下可以操作的 实际的操作怎么样让它线上来完成 对谢谢 谢谢张老师的回答 我觉得就是怎么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教学条件 应用到极致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 而不是去追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的条件下 怎么去做一些事情了 谢谢您的回答 请问一下会无足的老师 我们还有时间进行第二轮问答吗 那我们就那我们的问答就到此吧 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回答 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梁宁辉老师继续主持 好谢谢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已经有点滞后了 因为各位老师的报告都非常精彩 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北美的这个会场 首先我们有请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的 东亚系教授梁霞教授来给我们做 关于美国大学中文教育的发展 历史发展与现状的报告 欢迎梁老师 梁老师可能要把那个麦克打开 好我已经打开了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见 好好嘞 好大家能看见我的共享屏幕吗 可以很清楚 好嘞谢谢大家 首先呢非常感谢组委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心情付出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做线上分享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美国大学中文教育的历史发展与现况 我今天的报告一共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美国大学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 第二部分是美国大学中文教育的现况与面临的挑战 第三部分是总结与归纳 那我就从第一部分开始 第一个阶段是美国大学中文教育的早期发展阶段 贝三位教授是美国中文教育与汉学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他主张掌握汉语就可以避免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恶感 并且减少交流中的障碍 限制在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耶鲁毕业生荣红的积极推动下 耶鲁大学于1877年在美国高校率先设立第一个汉学教习 聘请在中国工作了40年的传教士与外交官魏三位 在耶鲁大学任教 可惜他当时没有正式的学生 他只做了一些学术报告 格昆华先生是中国第一位赴美的中文教师 在当时宁波领事馆任职的美国税务司司长官杜德维的推荐下 他来到了哈佛大学 到哈佛大学以后 他使用魏透玛的语言字耳机 以及自己选编的中国传统诗文 包括他个人创作的诗文做教材 他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一共教授了五名学生 既包括拉丁语的哈佛大学的教授 也包括最早期的这个华裔学生 刚才好多教授都提到了这一点 这一位是赖德烈教授 他是美国中国学教学与研究方面重要的奠基人和推动者 也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 他呼吁美国要大力加强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和研究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中美早期交流的历史 美国高校有关中国学研究和中文教学发展情况的详细记录 都是出自赖德烈教授的这个著作 富露德教授也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创立者 也是美国东方学会长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他就在北京提出了美国的中文学习 要从娃娃抓起的这个口号 非常的具有这个前瞻性 倡导中文教学要进入美国主流的外语教育体系 他指出中文学习的成果应该从美国大学的录取制度上予以保证 会中文应该像会其他外语一样 在大学得到应有的承认 简而言之 由于缺少现实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中文教学在美国发展缓慢 只有少数学校开设了汉学研究方面的课程 而汉语教学也基本上是为汉学研究服务的 第二阶段 美国中文教学的迅速发展时期 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七十年代中美建交之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使美国一夜之间需要大批懂汉语的军人和亚洲研究专家 或开赴亚洲战场 或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从而迅速地改变了美国中文教学的总体风貌 肯尼迪教授 他的中文名字又叫金守卓 他也是传教士之子 早期的这些美国从事中文教育和中国学研究的人 跟在欧洲的情况类似 他们基本上都是传教士 或者传教士的孩子 金守卓教授出生于中国的莫甘山 他是以无语为母语的 他的这个官话他觉得也是他的母语 他是在中国长大的 他也是耶鲁拼音的发明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空军中文培训项目的负责人 也是中国研究计划博士项目的创建人 在耶鲁 他建立了密集型的中文教学模式 强调利用听说法对学生进行大量的语言操练 二战期间的教材评译工作 好多这个教材的这个book review 都是他写的 而且呢他还有能力纠正母语者的这个中文错误 这个中文水平了得 这个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呢 是赵元任先生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协之父 也是美国中文教学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二战期间 他在哈佛大学陆军特训班担任讲师 强调口语训练 强化训练的重要性 强调发音训练 在汉语教学中的独特作用等等 牟佛里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中文项目的创建人 也是美国著名的名史研究专家 他的著作20世纪的中国与中国史界 这是他的回忆录 他详细的介绍了普林斯顿中文项目的发展过程 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是如何帮助建立名德属校的经过 五六十年代 美国大学的中文老师 多由文学历史还有人类学这方面的教授来兼任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知名的汉学家 那个时候没有独立的 很少有独立的汉语老师 都是教授兼教语言 费正清教授是所谓的美国头号中国通 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泰斗 中文教育的重要的推动者 他提出要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 从而更好的为美国政治经济服务 不要把对中国的研究目光大量的集中在古代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发展现代汉语的教学 他觉得传教士当时去中国传教 现在应该邀请中国的老师到美国来传教 所谓的教就是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化等等 二战之后美国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逐渐演变成了中国学研究 强调将对中国的研究为现实服务 韩战的爆发再次推动了汉语教学的发展 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58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 自那以后开设中文课程的大学在美国增加了100多所 中小学也开始大规模的开设了中文课程 一下子就有200多所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 刚才白乐桑教授也讲到了德范克系列 1961年西东大学中文项目的负责人祖炳明教授 他也是美国中小学中文教学的积极的推动者 邀请德范克利用联邦政府的资助 编制出了一套12册初中高级汉语教材 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套教材通常叫The Francis系列 这套课本服役了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 也使美国中文教学史上第一次有了从初级到高级 从中小学到大学使用的完整的承洗体系的教材 这套教材一共红了几十年 它也是美国中文教材当中最早的使用拼音和简体字的教材 林约翰教授曾经任教于哈佛 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安所有的名校全都去过了 它的名作是叫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源的评估 这本书详细的介绍了美国的中国学中文教学 所有有关的教学资源课程设置等等情况 为我们后人的相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简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是传统的汉学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 带来了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近现代中国学研究 以及汉语教学的迅速发展 美国政府与私营机构出资大力发展特训班 强化班教师培训班 催生了汉语教学的新模式 听说领先高强度集中训练 语言专家与母语者共同授课 暑期强化项目的建立等等 成系统的适应不同年龄层学习者需要的新教材 应运而生 第三阶段是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以后 这一阶段美国的中文教育进入了成熟的 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具体的表现为 第一中美建交之后 美国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到1万人以上 近年最高值达到了近7万人 第二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 日益密切 大量中国的学者来到美国留学工作 不少人担任了大中小学的中文教师 美国的外语教师也到中国访问 介绍西方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 第三 中国编写的教科书正式进入美国的大学校园 成为使用率颇高的教材 美国的教科书理论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大陆 成为一般汉语教师所熟悉的学习材料 多样化的适合美国各种学生使用的中文教科书编写完成 第四中文ICT2和中文AP考试制度 在中国国家汉办的这个帮助下正式在美国建立 使中文教学在美国主流教育体制内有了更大的影响 也使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傅路德教授 他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的这个理想得以正式在美国实现 第五六十年代创刊的美国中文教师学会会刊 开始使用中英文双语出版 重要的学术研讨会使用中英文双语进行 对汉语本体知识的研究 对中文教学法的研究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第六九十年代起 以普林斯顿北京班等为先导的新型海外项目 纷纷建立 使大批美国学生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学习 了解中国社会 也帮助中国培训了一大批了解美国学生的中文教师 第一部分完了 第二部分谈谈美国中文教学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第一个图表是2013年到2016年 美国大学外语学生总体人数的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基于对2547所大学的调查 这是非常全面的 这个总体学外语的人数是下降了9.2% 第二张图表是介绍了中文注册学生人数 本来呢是到这个2013年之前哈这个人数一直是在增加的 但是呢到了这个2016年呢这个人数就减少了啊13%左右 可是如果我们看看其他语种就不会特别难过 因为其他语种都是这样的 那有的语种呢减少的人数比我们还多 可是在这里头呢大家也会看到只有日文和韩文是两支独秀啊 他们两支独秀的重要原因是选他们课的人都是我们中国来的留学生啊 在各个大学啊比如在我们学校选韩文的人50%是中国人啊 所以减少看来是发生在本科生这个部分啊 第四呢 这是一个中文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总体人数的情况 学习古代汉语的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所以我们就知道研究生阶段和学习文言文阶段的学生人数是增加了的啊 好第五章呢这个表呢是以外语文学语言学为本科学位的学生人数 在美国呈逐年递减的趋势 基本上这个每一年大概减了1800人啊 这个数据中我们没有看到外语学生减了多少 但是我们知道人文学科的学生啊 以这个为专业的是逐年减少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汉语教学 第六章表示从2010年开始 美国大学的入学总人数减少 离最高值大概现在少了5%的学生啊 研究生的入学人数没有减少 还在缓慢的增加 这条深蓝的线是本科生的入学人数 它是随着人口这个出生率的高峰的峰值的变化而变化的啊 在这个2010年前后达到2000万 现在呢就不到1900万的学生入学啊 那这一段的这个中文教学情况 我们可以小结为第一点 自2006到2009年中文发展的巅峰时期以后 美国大学中文课注册学生人数 虽然在2009到2013年 仍以每年大概2%的幅度增加 但这主要是新增中文项目带来的 已经开设了中文项目的大学注册人数出现了小幅减少的情况 2013到2016年中文学生人数减少的趋势与其他的语种类似 如果美国大学文科专业人数和选秀外语的人数持续减少 中美关系持续冷却贸易战继续 叠加疫情的影响 大学中文项目应如何保持注册人数 要不要相对降低对学生的学习要求 还是应该更重视学生的这个学习质量 而相对降低对学生数量增加的考量 这是我们要认真考虑的 谢谢老师 中文教学与美国其他外语教学的关系 我们应该不应该建立多语种的统一的考评标准 如何建立到底有没有具有普遍意义的 适合各语种的语言教学的理论与方法 这些理论与方法对中文教学的指导意义如何体现 中文教学是否能够借鉴 以及如何借鉴其他语种的理论和教学方法 这些都是有争议的 第三二战当中发展起来的以高强度 听说训练著称的军队教学法 在新形式下 是不是有过时的地方 如果有是不是需要调整 如何调整呢 第四 在高中和社区中文学校学习过中文 甚至参加过中文ICT2AP考试的学生 到了大学应该如何调整和适应大学的教学方式 高中和社区中文学校如何坚持高标准的同时 保证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小学中文教学的发展 是否一定会带来大学中文课学习人数的增加 其实可能不一定 教材 目前美国大学低年级使用的中文教材相对统一 而高年级使用的教材则呈现一种多样化的倾向 那使用统一的教材和各用各的教材 分别的利弊到底是什么呢 这也是值得讨论的 第六 随着大陆留学生到美国留学人数的增加 有人是小学来的有人中学来的高中来的大学来的 那我们的校园里高水平的接近母语水平的中文学习者不断增加 如何应对这部分学生的学习需求增加注册人数 这也是我们中文项目要考虑的问题 好 那我今天报告最后的总结 第一 经过150年的历史变迁 美国中文教学从研究中国学的工具逐步发展成多用途 相对独立的教学体系 从以阅读研究为主 发展成了课堂教学以听说为主 听说读写四项语音技能并重的这种教学模式 面对近年出现的外语注册学生人数的减少 中文教育的相对削弱 疫情叠加的冲击 手机和电脑使用的增加等等 我们是否应该以新课程的创建 灵活的课堂教学的要求等等来改变我们的教学 还是说我们要相对降低我们的标准来对冲这种干扰 第二 中文教学的发展是众多的专家学者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以前我们对这部分历史的研究 比较集中于个别人和少数学校 这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应该有更全面的研究和考察 第三 中文教学应该如何借鉴其他外语教学的理论与经验 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强调中文作为外语教学的特殊性 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认可美国外语教学学会制定的各种行业标准 这些标准我们是不是应该运用到中文教学当中去 还是我们应该强调我们中文教学的特殊性和中文作为一种语言的特殊性 中文教学的经验是不是可以转化为可以向其他语种和领域推广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如果要转化 如何转化 这是我们每一位中文老师要思考的 第四 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中美交流的增加 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的带来中文教学的迅速发展 历史上的热战 冷战 敌对 国家安全的考虑 战略竞争等等 都带来了政府的鼓励和支持 移民政策的变化 商业与民间机构的赞助等等 都是中文教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美国大学中文教育发展过程的研究 离不开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状况的研究 从完全隶属于中国学 为中国学研究提供工具 到相对独立为研究和实际交流与应用 提供多用途的支持 这是中文教育发展过程的体现 因此应该避免孤立地讨论中文教学的发展历程 而应该把中文教学的发展 置于中美关系国际政治全球化过程 中国学的发展的大框架下 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考量 才能勾画出美国中文教育发展的全景图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好 谢谢梁老师的精彩报告 我感觉到非常抱歉 我们这个时间有限 所以梁老师的这个语速度是特别的快 说完了还是 对对对 非常精彩 为我们分享了非常详实宝贵的资料 并且提纲切灵地分析了我们现在美国大学中文教学 所面临的现状和挑战 梁老师最近还出版了一本美国大学的汉语教育研究的专注 如果大家对这个美国方面的中文教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向大家隆重推荐 好 下面呢我们就请加拿大的李端端教授 李老师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这个不是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是加拿大的中文应用语言学教授 并且以前曾经担任过该校的中文项目主任 我们有请李老师 李老师可能要打开您的话筒 听得见吗 听见听见您可以分享屏幕吗 我可以我可以我先要感谢大会组织者 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跟大家那个相聚交流 也特别感到幸运就是在梁老师 梁小老师后面接着发言 因为他谈到了很多很多的美国的问题 实际上也是那个加拿大的问题 就是他后面谈的这个瓶颈问题 我觉得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那我今天做的这个报告呢 实际上就是我希望能够用我们一个学校的 这个中文项目的这个改革 那个怎么应对这个瓶颈 应对这个challenge 那个挑战的方法 能够给各位一定的那个帮助 一定的借鉴的作用 看得到PPT吗 可以看见 可以看见 OK好 那我就开始吧 我的那个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提到 目前的我们这个变化的这个国际的形式 让我们的教室里面的学生群体 也有很多的那个多变性 或者是不同的那个背景啊 不同的水平啊 不同的这个学习的目的 那给我们的那个语言的项目呢 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我就是想要用我们的一个个例 一个大学中文项目的个例 来谈谈 来分享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在应对这些挑战里面 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改革 那个创新的那个 那个课程设置和教学的方法 来让我们的这个中文项目呢 能够得到大学的支持 能够继续的发展 所以这个challenge 刚才梁老师已经提到过了 我们原来只是 汉语只是针对 作为一个外语 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欧洲 那后来我们又增加了 这个继承语的学生 就是华裔的孩子 那现在我们又多了一大批的 international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有从小学中学 就开始在这边留学的 大学来的 现在是越来越多 这批学生呢 我们以前中文项目啊 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就是这些学生 他夹在我们的那个 非华裔学生里面 让非华裔学生感到很大的压力 然后这些学生呢 也让别的学科的老师觉得 这个中文项目 是不是在放水 让这些学生 这些本来就懂汉语的学生来 来学中文 是不是让他们的一个 easy grades 或者对他们的一个motivation啊 也有很大的这个质疑 第二个挑战就是 那个budget cuts 所以梁老师刚才也提到了 那个2013到2016年 光三年就有600多个 那个外语 那个项目被砍掉 然后学外语的学生也大量的减少 从2013年到2016年 学中文的学生减少了100% 那我觉得到现在 我觉得可能情况 应该说是可能更差 那但是我现在说的 我们这个program 因为要 其实我可以不必匿名 就是我们UBC的这个program 我们原来是每年是2000多学生 到90年代 2000年代的时候 但是现在我们的学生人数 不断的增加 去年到2020年 我们总共有 3585个学生注册 其中语言课有 差不多1100 文学课有2493 2500个人 就梁晓老师刚才问那个问题 我们这些国际学生 怎么样让他能够 参与到我们的program里面来 增加我们的学生的那个人数 那个弱学人数 但是呢又不放水 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easy credits are not earned by students not but offered by teachers 所以如果我们的program 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easy credits 那是我们的责任 学生学任何课程 如果我们的那个课程设置 我们的那个教学的方式 我们的测试的方法 那个能够就是保持我们的 学术标准的话 他们不可能得到这个easy credits 所以我要下注的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program 有很长的这个教 那个语言跟文学的历史 很多有名的教授 比方说Polybank 叶佳颖教授 Michael Duke 跟Jerry Schmidt 他们都在我们系里面 长期的教这个 用汉语教中国的文学 中国的诗词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tradition 我们要把它保存 并那个扩大 能够发扬下去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curriculum 也进行了很多的改革 就是我们不但要提高 他们的语言水平 跟他们的知识 同时也要培养他们的这种 analytical and critical skills 就是在那个一种比较高级的 这个语言的水平 那个high register 或academic register 然后在他们不但可以在英文 同时在中文的这个高端写作 或者是表达的能力上 都能够得到一个提高 那这是我们做的一些 那个创新或者是改革 另一个呢我们的那个课程设置 就根据我们的学生的这个 那个情况 扩张了或者是创立了 不同的track 不同的课程 我们既有主义 既成语 那个track 也有那个非华裔学生的track 我们从一年级到四年级 全部都是分开的 然后可以根据他们不同的 这个语言背景和特点 来进行教学 我们不但有那个mandarin 也有广东话的课程 我们不但教现代语 我们也教古代汉语 我们不但教文学 也教诗词 今年呢我们还开创了很多 business Chinese media Chinese pop culture film sci-fi fiction 等等 所以 从课程设置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 做不同的那个教法 教学方法的改革 我们用不同的这个 学习的任务 我们特别强调一种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社群的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到一个班 然后一个年级或者是一个track 华裔非华裔或者是文学类的课程 然后我们这些不同的社群 群体的同学之间有很多的交流 我们也把学生带到我们的那个local community 就是地方的社群 比方说我们的china town 或者是我们的本校校园里面的这个华人社团 让他们去有不同的这种交流的经验 我给大家一点这个example 这是我们的non-heritage 他们的那个一年级的这个final project 就做的是一个fun summer vacation travel fair 他们就一共有60个同学 从不同的班来做他们的那个旅行社的这个 这个这个介绍 然后他们要评不同的那个奖 当然不同的那个评分 还有设立了什么最佳teamwork奖 最佳customer service 最佳什么video promotion 或者是最佳presentation等等 学生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觉得很好玩 也很有那个意思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最后的那个课程 就是跟那个旅行有关 这是我们的华裔班的学生 他们的final project 就自己做那个video 这个documentary festival 就stories about us by us for us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班的那个video presentation 然后他们还邀请了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 如果是在文哥华本地的就是能够来的父母 来参加他们这一个这个电影的那个放映 这些孩子就用video的形式 就是要表现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一个认识 一个认知跟认同 然后那些孩子的父母都看到热泪盈眶 就是我们以前逼着他们去上汉语课 那个他们都不愿意去 现在看到他们能够这么正确的这么正面的来认识自己 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而学生也是他说 从这个学汉语的这个过程 让我们增加了自己对自己身份的这个认同感跟那个自信感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到我们的那个网站上去看看 我们有学生做的不同的这个video 非常非常感人 我都看到眼泪都出来了 然后对这些文学课的学生 为了培养他们的这种那个学术的能力 你看这是我们今年在网上开展的一个 UBC中国文学的Conference Undergraduate Conference of Chinese Studies 学生就在这个我们这个那个Canvas网上 那个公布他们的各种各样的 关于中国电影文学那个学术的论文 当然不同的课有不同的那个 不同的考核的那个项目 所以有学生也用诗歌用书法用朗诵 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他们学习的这个成果 第三个我觉得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好的那个改革呢 就是Building Learning Communities 这个Community是我们我们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文学课的那个enrollment是非常高 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就是我们把原来我们一个班只招30个学生 扩展到了60个学生 因为我们觉得文学课现在是一种那个content course 是从skill方面来培养他们的 不是从语言方面来培养 所以作为一种那个内容课我们可以扩大招生 扩大招生的同时呢 让学校很开心 因为学校很关注这个enrollment的问题 你如果学生招的少他就会砍掉你的项目 但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学校就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就觉得因为我们这个课开得非常的成功 然后我们从文学课的学生里面 或者是在那个heritage 那个class里面我们招收一些大量的那个志愿者 就我们叫student volunteers 来帮助我们的non heritage track的学生 来进行一对一的这个语言的那个操练 他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得到一个小时 跟那些志愿者的那个语言操练 这样的话我们把non heritage heritage 跟文学课的学生 那个不同的群体又组合成了一个大的群体 我们去年的那个招收的学生assistant 一共大概有350个 其中300个是不付钱的志愿者 20个是TA 20个叫work learn students 他们是学校会付给他们一定工资的 那这些TA跟那个work learn students 主要就做那种training organizing 那个工作 然后这些志愿者们呢 就是由他们安排到不同的班级 跟不同的学生进行这种口语的训练 或者是帮助我们做不同的文化活动 所以我们老师和同学 对这些志愿者就是非常感激 我们每年的valentines day 我们就变成了happy volunteers day 就是志愿者的那个对他们的感谢的一个会 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也给他们评讲各种不同的奖项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谢谢您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那个director 说这些volunteer 或student assistants are key to the success of our program 学生呢 这些学生说实话 他们以前到 特别是国际学生到加拿大来留学的话 总是感受不到他的语言的优势 因为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 所以总是觉得在交际方面 有很大的那个不自信的存在 但是他们当了volunteer以后 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 感到了自己的语言的这种作用 所以他们在交流里面交流的时候呢 也增强了更大的那个自信心 这是我们在covid-19这个疫情里面 在网上做的一些那个社群的活动 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就征 征收了学生们的创意摄影 根据这个古画 来做这个苏东坡这个踊跃的诗词 那学生就给我们大量的学生 就参与了这个竞赛 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学生 他的月亮就是一个闹钟 一个钟 然后这是他的那个zoom meeting 所以我们也试了各种不同的讲 在Chinese Fun Night 学生老师一起做那个 做游戏 网上游戏 这是我们的唱歌比赛 网上唱歌比赛 学生都做得非常的棒 Online life 就用学生不同的 用video来记录他们的这个 这个网上上课的这种 跟现实生活的不同 第四项呢 就是我们那个开发新的教材 这是我跟同事开发的一个 那个高级汉语的教材 Reading into a new channel China Tui出版的 然后我们正在筹划 那个对华语学生的一个 中级的教材 Program management and coherence 我们这个 我觉得这个Program的成功 很大的程度上 基于我们学校对我们这个支持 我们现在有三个 Professors of Teaching 那个都是作为 Educational Leaders China Wang是负责整个 Program 王向宁是做语言课 徐晓文老师做那个文学课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合作 非常有能力的这个 team 所以这是 Kate 陪你做的一个 一个 quote 我就 quote一句 非常好 我们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 看起来 我们不可能 能够 看起来 我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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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我们要做 中国 and thereby influence how language study is perceived globally re thinking globally,but act locally is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所以我的结语 是 only by implementing curricular and pedicultural innovations we as language educators can face the challenges today and grasp the good opportunities to reach our goals develop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content knowledge and analytical critical skills through the interweaving of different content area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cross all levels of study. 只有这样改革,这样与时矩进 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 能够 expand their identities as not only Chinese speakers, readers and writers but to their developing trajectories as cosmopolitan xenophones and transnationals. Thank you. 谢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 感谢您毫无保留地分享了 NBC的中文项目丰富多彩的课程设置 还有教学方法上的创新改革的经验 很受启发 我觉得非常赞同李老师最后的呼吁 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时候 要想推动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 不断地更新 谢谢李老师 下面我们最后一位嘉宾 也是我们这一次国际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 蔡威老师 蔡老师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教授 她多年来都在这个汉语听力教学方面颇有研究 并且有很深的造诣 所以非常感谢蔡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研究成果 蔡老师您可以把声音打开吗 蔡老师已经打开了 可以听见吗 可以 可以 蔡老师的介绍真的是不感张 蔡老师介绍是我不努力的方向 这是我的心里话 其实我今天准备的这个报告题目是关于领域的一个总结 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大学的研究项目的总结 可是看了这么多老师的关于某一个国家的总结和大学的总结呢 看得我热血沸腾 让我也忍不住也增加一页 来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大学的这个汉语课程 我们大学呢开设语言课 语言学课 文学课和文化课 我们设有East Asian Language Studies Major Program 这个major program分两个方向 一个是Chinese 一个是Japanese 所以学生可以拿到Chinese的major 另外除了这个学生可以选课 可以修我们的minor 可以修我们的major呢 学生还可以在我们系读研究生 我们有一个研究生项目就是Languages,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 这个program呢我们offer硕士学位也offer博士学位 其中和我们汉语特别相关的就是Applied Linguistics和Transcultural Studies 我们今这次无足的两位学生 康硕就是Applied Linguistics的博士生 李晴就是Transcultural Studies的这个专攻翻译的这个博士生 其实我还有一个真心话就是有时候我过几天呢 我就会想工作在这个汉语教学这个领域特别特别的幸福 因为我们可以在学科建设 还有在这个科研项目上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真的是过几天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有时候想真的是很幸福 有自己那么多热爱的事值得做的事情可以做 好 这个本来不是我的讲话的一部分 但是看到大家的这个报告 我也想忍不住谈谈我们大学的情况 我今天呢主要是对领域做一个总结 像梁老师说的 我其实在汉语听力教学和研究这个领域工作了很久了 一直在做这个听力方面的这个研究 用十分钟的时间对一个领域做总结 和用十分钟时间对一个国家做总结的难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如果让我用一幅图片来做一个总结 我会用这幅图片 这个呢是整个二语听力的一个总结 就是说二语听力的研究和教学的状况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从过去的灰姑娘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白雪公主 虽然二语听力的研究比二语阅读的研究要少得多 但是听力在二语习得的过程当中已经得到了重视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不是空说的 我是有道理的 第一个是在二语听力的这个领域 大家对听力的本质 听力的习得和听力的教学都有了很多的研究 比如说从听力的本质我们了解了语言处理过程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我说一句话 我还没有吃早饭呢 我们需要这个分辨语音 需要识别词汇 还有这个语用的心理过程 我说我还没有吃早饭呢 也许我是说这会太长了 应该赶紧结束了 也许是我要让我的家人说你去给我做饭吧 我们怎么在听力的过程中能猜出他这个语用的意思呢 这个都是这个听力的本质我们需要了解的 另外听力的徐德就说一道我们怎么样去学习一文语言 我们怎么能在这个原来本来不认识的这种声音的符号当中 能提得它的意思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教授听力教学 在二语听力当中这三个问题都研究的挺多了 那让我们再来看看汉语听力的这个教学和研究 我会用这一幅样的一幅图片 很抱歉 就是说过去是这个灰姑娘 现在依然是灰姑娘 我的道理是这个样子的 我刚才提到听力研究主要是三个问题 听力的本质就是听力到底是一个什么 我们要研究它 我们得了解听力是什么 对不对 另外我们要了解听力这个怎么学习的 还有听力教学是怎么来做的 在汉语听力这个研究当中啊 听力教学做了很多的工作 可是对听力习德和听力的本质我们了解的比较少 而我个人以为我们在研究听力教学的时候 要以对听力的本质和听力习德的研究为基础 所以我就说我们这个汉语听力真的是大有可为 特别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同行能加入到汉语听力的研究当中 我也能够在这个领域不孤单 我想这也我就不讲了 我们听不懂的时候 我们这个所经受的那种压力 还有我们所缺失的那些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我没有办法听懂 我们产生了很大的焦虑感 而且呢我们听不懂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在听力过程当中学一些词汇 比如说我还没吃早饭呢 如果一个学生听不懂我说这句话 他怎么能学早饭这个词呢 他怎么能学那个particle呢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我想用两幅图片来指出 这个二语听力和汉语听力的这个状况 好 我们先来我第一部分呢 下一边一部分呢 我想来谈一下这个听力教学的变化 我也想用三张图来展示这个听力教学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过去我们注重这个产物 也就是我们注重这个听的结果 而现在我们更注重听的过程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物 我们这个图片应该大家不应该特别陌生 就是我们在听完录音的时候 我们常常跟学生说 你那个现在去做练习 多选题 是非题 天空题 或者是你去完成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呢就是你画一张地图 告诉你的同学怎么去参加生日舞会 所以我们关心的是这个结果 即使是你用这个任务 你也是关心的是结果 所以过去呢我们关心的是结果 而现在呢我们更关心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做这个语言处理 学生怎么分出这个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 学生怎么用他的背景知识 来了解这个说话者背后隐含的意思 还有原任职管理 学生在听的过程中 学生在听的过程中 因为他怎么计划 怎么监控 又怎么评估他的这个听力 结果听力过程 所以这是听力研究的 或者是听力教学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说过去我们在意的是这个 这个skill为基础的方法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意的是策略 再过一段现在呢我们更在意的是一种这个技能和策略 整合的一种方法 所谓技能其实就是我们语言处理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我们怎么分音 刚才我说了怎么分舌尖前音舌尖后音 然后我们怎么识别这个四个四声 这些都属于这个技能的问题 而策略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听一段话 我今天讲了很多话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有这个母语不是汉语的学生 他听到我今天说这个策略是什么意思呢 他需要猜 他不知道策略是什么意思 这个猜呢就是一个认知的策略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原认知策略 就是我们在进行听力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进行的一个认知活动 我们怎么管理这个认知活动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我们需要用认知策略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社会情感策略 比如说我们降低他的焦虑感 比如说我们有老外来今天听我的报告 他看我权重用汉语他可能很焦虑 因为我们怎么使用一些有效的情感策略 让他能够这个很愉悦的来听完我的报告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更提倡的是这两者的一个结合 这是一种变化 好 我再来谈第三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呢我们过去注重的是这个 语言形式的习得 语言特点的习得 比如说我们怎么习得这个福音 这个生母 怎么习得生母 怎么习得这个孕母 怎么习得这个tone 然后现在过了一段时间呢 因为交际法的出现 我们更在意的是 学生听一段录音的时候 他怎么把意思这个弄清楚 这是当时的一个关注的热点 现在我们更注重的是 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一个方法 这主要是在这个二语习得当中 有一个理念被大家接受了 就是noticing 也就是form focused learning 就是说你只有notice以后 你才learn something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了 这是汉语听力教学的三个变化 好 所以在我们汉语教学当中 我之前做过一个报告 就是说我们是与这个任务教学法为基础 然后把这三个这个意义啊 形式和过程整合起来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我再写一本这个汉语听力的书 这是我要在书里讲的一个方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听力研究的变化 刚才我讲了听力教学的变化 那我们看看汉语听力的研究有哪些变化呢 这是我和我的博士生康硕合作的一篇文章 我们来看看我们分析了汉语听力的研究问题 从2000到2009年和2010到2019年的研究问题的变化 和研究方法的变化 我呢就是做了一个这个柱状图 大家看一下这个柱状图 然后我们使用了这个卡方分析 我们看到这个根据这个卡方结果 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研究问题在两个时段 就是呈显著的弱差异 在这个0.10水平上显著 可是在0.05上不显著 我们看到教学方法 教学技巧和教学活动 始终是这个汉语听力关心的一个热点 然后我们看影响听力的因素有所下降 而个体差异的研究有所上升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 我第一个这个slide指出来 这个汉语听力对这个教学研究了很多 可是对这个本质和这个习德研究的比较少 这个也是我们有数据来说的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研究方法的 研究这个问题的这个走向的一个一组数据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研究方法的变化 我们也看了这个2000到2009和这个2010到2019两个时段 汉语听力的研究方法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卡方分析的数值是0.121 也就是说这两个时段没有显著的变化 我们看到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我们这儿写的是量化研究 因为质性研究太少了 所以在进行卡方分析这个数据处理之前 我们需要把质性研究的这个数据把它去掉 我们可以看到实证研究的量化研究 在这个两个时段都占了很多的这个比重 非实证研究呢也占了很多很多的比重 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到实证研究是往上走的 非实证研究是往下走的 但是根据这个我们统计分析 这个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区别 所以这是两个时段的方法 我们知道在我们选择一个研究方法的时候 是受研究者对所研究的事物本体的假设 和对这个该事物的认识论假设的影响 我们看到汉语听力中量化研究和非实证研究的比例都很高 这说明我们的研究者的这个对听力和如何理解听力存在着两种倾向 第一个如果你用的是实证方法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和二语听力一样 二语听力中这个量化研究是占了主导 也就是说大家认可听力的客观现实存在 认为这个现实存在的手段是可以进行客观研究的 也有很多这个发表的文章呢 就是它是主要是以个人经验 还有这个一些总结来为基础的 所以呢他认为听力呢是主观的 是可以通过个人教学经验的总结和了解来让我们理解听力的这个状况 然后我来现在说一下 我想现在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未来汉语听力这个研究的应该的走向 我刚才已经很明确的指出了 而且我很明确的说明了 而且呢我也用数据说明了 就汉语听力当中啊 针对汉语本质和汉语习德的研究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真的应该去仔细的研究这些汉语的本质 比如说我们看看汉语理解的这个语言处理过程是怎么样的 汉语这个听力当中这个语用处理过程 心理语言处理过程 还有原认知过程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迫切进行研究的一些问题 另外这个听力的这个习德 听力是怎么习德的 哪些这个二语的理论可以来指导我们这汉语听力的习德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们刚才也看到哈 在这个汉语听力研究当中哈 很大的一部分都是非实证研究 我不是说这个非实证研究那个 我不是说非实证研究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种非实证研究也特别特别好 但是我们应该指导这些非实证研究走向这种行动研究 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些文章的意义 我们应该提高这些文章的研究价值 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在这些教学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 进行行动研究 比如说我们结合具体的教学情况 进行细致系统和严谨的计划行动观察反思 参照现有的行动研究步骤和行动研究标准 进行适合自己研究问题教学情况的研究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希望在未来的汉语听力的研究 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些行动研究 特别是我们在北美或者是在全球 我们这么多的汉语教学老师 我觉得我们团结起来做这些行动研究 一定能够为我们汉语听力教学带来特别特别有效的实际的指导建议 第四个我想说的我们特别特别需要以理论为指导 以实证为证据的汉语听力教学方法 所以我最后一个slide指出了这个未来的发展 但是我也真的是希望这是一个call to action 真的是希望这个全球各地的老师 如果大家对这个汉语听力有兴趣的话 欢迎和我联系 我在这个领域做了很久 真的对这个领域很有感情 非常非常的热爱 特别特别希望就是在这个理论上能有一些发展 特别特别希望能在这个课堂的这个听力教学 做一些指导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报告 也听到老师们说这个听力的确是灰姑娘 大家好像在课堂当中听说读写 很少要在意这个听力 但是我真的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把眼光投向听力 我想用这个noticing 就是我们在学员的时候需要noticing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领域发展的话 我们也需要noticing 我们需要大家pay attention to这个area 这个领域才能发展 好 我没有超时吧康主 没有超时 好 谢谢 时间合适 谢谢 我的报告完了 谢谢 感谢蔡老师的这个呼吁 我觉得我自己也要首先要反省一下 就是我们在教学当中 确实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在意的就忽略了这个听力方面的这个教学 更别说研究了 所以非常感谢蔡老师的这个提醒 好 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王老师来主持我们这个北美这一场的这个答疑 王老师 您的声音没打开 好 那我们刚才有三位专家做了分别做了各自的报告 来自美国的梁霞教授 来自加拿大名校UBC大学的李端端教授 来自我们我的母校之一卡尔加里大学的蔡薇教授 那现在看看呢这些问题 梁老师您第一个回答选择一两个问题 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 很清楚 好 刚才呢有一位老师问说 我们的同学到底通过在学校的汉语学习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我想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在美国的大学呢 一年级和二年级使用的最多的汉语教材是叫中文听说读写 Intergrated Chinese 这个教材的这个第一用于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占了大概市场份额的60% 所以呢可以说这个教材它所代表的难度 我觉得反映了美国相当多大学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同学的汉语的水平 一年级呢基本上他们是学完了大概600多个生词 然后呢学完了汉语里面特别基础的这个语法项目 大概有一两百个 然后呢有汉语当中最常见的这个交际功能 二年级学完了大概学了差不多1300左右的生词 不到1400 然后呢又学了这个有两百多的这个预言点 他们的这个安排呢是按照这个汉语水平标准 等级大纲啊还有这个词汇大纲啊 这些来考虑的同时兼顾了文化方面的因素 这个书的作者呢是刘月华老师 姚道中老师 葛梁艳教授等等 毕念平老师等等 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他们的大致的水平呢 就可以参看这个教科书 当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完成了这个教科书 因为有好多学校呢课时不够或者学生觉得压力太大 他们没有学完这两册教科书一共是40课 但是呢有好多学校可能没有学那么多 那三年级的教材呢大家用的不一样哈 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世事关心 还有咱们李端端老师参与编写的那个《变化中的中国》 这个《变化中的中国》也是当时最早的一本 就是以中国的现代生活和现代的社会情况为内容的 为题材的一个教材 我觉得那个教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水平 那至于这个再高的年级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共享屏幕 给大家看一看我的学生的水平 这是学生昨天教给我的我们四年级的一个学生做的 他是一个印度裔的学生 没去过中国 我还问了他一下 我说你在中国生活过没有 有没有在这个中国留学呀 或者特殊的经历啊 他说都没有 我就是自己喜欢 所以呢我们学的这个课本是无所不谈 期末呢我是让他们自己决定 他们喜欢做什么这个研究课题呀 或者是喜欢谈什么话题都行 他就做了一个叫汉语的发展 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报告 我觉得我很吃惊 他没学过武汉语的课 没有受过任何这方面的专业训练 而且他们家跟中国没有任何的联系啊 他也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到中国去过 所以呢他做了这么多研究 然后他还做了这个视频链接 是把这个论语哈 用不同的方言来呈现和展示 然后他又给同学介绍了这些不同的方言 还有这些运输啊什么的 都是都有什么内容哈 我们要求他们写的时候呢 必须用25个这个学期学过的生词或者语法点 必须要800到1000字以上啊 他们都完成的挺好 这是一个这个四年级的一个同学他做的哈 一个这个视频 这个一个PPT哈 然后呢也有的同学做的是这个其他内容的哈 有的同学做的是这个关于中国的游戏哈 他讲的是现在这个中国的游戏如果如何在网络上非常受欢迎 然后这个原神的啊 怎么得了这个Google Play的这个年度最佳的这个游戏奖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也是都做了这个文字的说明哈 也有的同学呢做的就是关于美国的选举啊什么这方面的这个说明啊 我还教了一个文言文啊 教了这个文言文的学生 他是把我们学过的好多文章都也穿在一块儿 讲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间谍活动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到这个题目的 非常吸引人 然后他就把孙子兵法啊 周礼啊 还有当时的这个克清制度啊 当时的这个战国的测试啊 还有他们的结局 还有利用了什么计谋啊等等 把这些他知道的史书啊什么都放在一块儿 这是一个文言课的学生他们做的这个分享哈 我觉得同学呢在四年级 在我们学校的四年级和文言课 他们是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的 当然了这个需要好多条件 他得特别努力 也有好多人去中国留过学 也有的人们家里呢 就从小跟他们一起说了一些中文 大致上是这样 谢谢 感谢梁霞老师的详尽的解答 而且还给了很多实力 非常的有借鉴意义 那么下面就请这个李端端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两个问题吧 李老师 OK 我刚才看了一些那个chat room里面 其实我的同事王小宁老师 已经帮我回答了很多比较复杂的问题 谢谢王老师 所以我就想 我就回答两个简单的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学广东话的人多不多 我们的广东话program是由一位老华侨他们的家族捐献的一个客座教习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扩张了 现在我们有三个老师在教 那个一部分呢是广东话作为主义语言的那个教学 所以学生有一定的广东话的背景 但是很多都是Mandarin for No 肯定是Mandarin speakers 就是我们说普通话的学生 特别是我们的国际学生 去学广东话 他们觉得广东话很酷 然后呢看那个广东的那个电视剧啊 唱那个广东歌啊 他们觉得非常非常不错 所以那个是那个广东话的program 其实我们因为他们的那个经费来源 跟这个正式汉语program还是有一点点不同 所以他们的操作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也是我们学校好像是在北美第一家正式的这样的给学分 然后这么大的规模的一个program 现在他们每年的那个学生人数也有300多 我们还没有把它寄到这个学Mandarin这个数目里面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问我们怎么区分heritage nonheritage的学生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 我要用一天可能都回答不完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但是呢也没有一个百分之百 那个有效的办法 我们就是基本上一刀切 就是你heritage nonheritage的学生就是你们从来没有学过中文的 哪怕你是在加拿大的二代三代华裔 你们家里没有人说中文的 那个我们把它可以算成nonheritage 那heritage的学生呢我们有两种 一种就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但是父母呢说中文 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口语基础 一部分呢是从中国大陆台湾呢 或者是说汉语国家的那个地区的学生 从小到这边来也有一定的那个汉语基础 我们还有一部分学生大概是 所以我们的那个切分的标准呢就是 一年级的学生 就是在中港台学过上过小学的 可以算我们的heritage language的学生 上过一二年级的我们把它分为我们的heritage 一年级 上过三四年级的小学三四年级的我们是 我们的intermediate的level 上过五六年级的呢我们是在advanced的 level heritage language learning 然后上过小学六年级以上的就不能学我们的语言课 那就去我们学我们的文学课啊 古汉语课那样的content course 这是我们这样的区分 虽然不是完全的那个就是理想 但是你没有办法再细分了 因为我们学校已经是一个相当有相当的这个 对不同的语种不同的那个背景啊 那个划分的比较仔细的了 但是你要真正的真正的去分 你说在中国上过一二年级小学的学生 跟这边的华裔子弟从来没有学过 都放在一年级 也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那个方法 所以但是我们只能这么分了 所以每一个修我们语言课的学生 还包括学语文学课那个学生 注册以前一定要通过我们的 Placement procedure 我们有online placement 我们也有exemption exams 我们还有老师一对一的interview 非常感谢李端端老师的详细介绍UBC的具体的经验 UBC大学的中文项目的学生人数 应该算是全北美最壮观的人数之多 规模之大 而且课程种类的之多 都是非常的 没法比 别的学校没有办法比 下面我们就来请蔡薇老师来给我们回答一两个问题 好不好 蔡老师在不在 在 我想我就挑两个问的多的问题 刚才有三位老师提到这个词汇和和听力的关系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 我的前边的时政研究都调查了词汇和听力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我在 我记不记不记得这右边这篇文章 不记得是前一年发表的 就是表明这个词汇量 是这个汉语听力的最大的这个predictor 这个预测因素 后来我又发现这个词汇 不是我发现 就是词汇它是分很多的维度的 比如说这个词汇的知识的宽度 词汇知识的这个深度 还有词汇反应速度 所以后来我在后边的这个研究当中 又调查了词汇的不同维度和听力之间的关系 刚才有老师提到我这个文章 我就是想如果大家对这个词汇有兴趣的话 可以读一下我这个文章 然后呢我觉得刚才有老师提到 就是我这个研究当中用到的这个测量工具 我觉得就是我的这个词汇识别速度 我用的是gating一种心理测试方法 这个呢是在二语听力当中有所使用 但是在汉语听力当中几乎没有使用 所以这个gating是特别好的一个测量速度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做听力方面的研究 在这个听力研究方法上一定要下功夫 好 我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就老师问到 就是说怎么提高这个学习兴趣的这个问题 我在这个上周的一个报告提到 就是说这个最后 就是说一定要让学生 最好让学生达到一个那种flow的那种状态 也就是说他真心的喜欢这个听力活动 他真的是很投入 达到了一种忘卧的程度 其实怎么提高他们这种兴趣 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我也借用李老师刚才那句话 我讲以前可能也很难讲完 比如说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可以用小组活动 另外你一个老师 作为老师的话 你不能总是测试学生听力 让他产生这种逆感性力 不能建立一种pester和pestee的关系 比如说你要给他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目的 另外一个呢 你要保护学生的自尊心 就是你要这个听不懂是很受伤害的 就是我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 你听不懂 有时候你是笑一笑 就是把它演示过去了 这个都会有的 因为我们都需要面子对吗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学生也是需要的 所以要保护他们的面子也很重要 另外我们给的这个feedback也特别重要 你比如说你不能说 我们要给motivational feedback 一个很浅显的一个道理 就是比如说这个学生听不懂 你不能说 你就是听能不行 你就是听力不行 你得跟他说 你努力不够 你这个策略不够 所以方方面面有很多 我觉得这个问答时间特别特别的宝贵 我就可以说了 谢谢 那非常感谢蔡老师做的非常专业性的解答 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当然也是特别很专业的 是基于这个数据和实证研究统计方法 而且这个解答呢 我想很多老师会就是学到很多 那么下面我们还有没有时间 康说我们还有没有时间再做第二个问题的解答 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 那好不好 还有没有这几位我们三位演讲嘉宾 还可不可以再挑一个问题 做个回答 那我就挑那个有一个老师问 就是说怎么让学生更爱中国文化 这个问题也是挺复杂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老师讲的太多 他觉得老师有一点话语霸权 好你知道的多 你的中文比我好 就压着我一直说中国的好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同学 有好多同学也知道 我们让同学多分享 张三同学来你怎么看 李四同学你觉得呢 你同意他的意见吗 为什么你同意 为什么你不同意 好他知道的越多 我觉得他越会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 另外呢我们可以建议同学选修一些 用英文教授的中国文化课 像我们系就是有那个中国中华文明 这个课 他用英文学了以后 他又来学我的文言文课 或者上语言课 他就说我在某某课上我学过这个 我知道这个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那个用英文教授的课呢 能突破语言上的障碍 然后让他为了解中国文化的 某些内容来服务 还可以建议他们去中国留学 改变他的想法 另外呢老师也应该表现出 对学生母语文化的尊重 我们对别人的文化越尊重 别人就越容易接受我们的想法和影响 我们应该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世界主义的中国文化 世界主义文化中的中国文化 而不是唯我独尊的一种中国文化 我们至高无上 我们就是最好最重要 这个就是容易让学生不接受 所以呢我们就是彼此尊重 然后呢也能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 而不是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 这两个方向都要有 我觉得可能效果就会好一些 谢谢 说得非常好 很赞同 那端端老师还想再解答 刚才白老师问我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我说我没时间回答 那正好现在有时间 让我再说一下 那个他说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弥补这个网上教学的不足 怎么样用那个不同的方式 白老师是这样的吧 那我也可以 就说真的 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 online teaching 让学生们都觉得非常的孤独 非常的isolated 所以那个中文项目 除了这个 除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教学以外 就组织了很多网上的这种活动 就刚才我说的那些什么 照片争取呀 那个唱歌比赛呀 然后学生们 把他们自己不同的那个生活 日常生活跟那个网上上课的那个 一个是expectation跟reality 对比的那个video post上去呀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学术的活动 所以我就跟大家稍微 分享一下这个website 我觉得这个website 可以给我们回答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你看这个 这个不同的video 不同的events 我们的placement test 跟procedure 上面都有 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这个events 就特别提到在这里的王湘宁老师 现在也在场 他在组织这些那个活动方面 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工作 所以这个 这是我们的系里面的 不是我们的那个program 所以我想让 这个不好意思 那就 也可以看一看吧 这个两分钟的视频 其实是我们的那个volunteer的学生做的 我想大家可以看 这都是我们的志愿者 自己做的那个 这个 好 我想让他们看看 看看他们 视频看不到 视频看不了 你看那些外国学生 他们这么认真的学习中文 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到 听见了 看不到 可以听见 那你就听他们说吧 当年学英文的呀 很多能力都受到了锻炼 比如说你的社交能力 你的解决实情的能力 然后我觉得 大家的才华 都不会在这个大平台上被埋没的 当你发现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因为你的热情而喜欢上 你手机会去门语言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非常有自豪感 被别人热的感觉很长 不光是一个平台 更是一个奇迹 在这里遇见了很多好朋友 中文项目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是 中文项目志愿者 中文项目志愿者 快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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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项目志愿者交流 让他们也增加了很多信息 然后看到别人学汉语 跟他们当初学英文 那个差不多也有一种共同的感觉 反正他们在这里面的收获也不少 那白老师不好意思 你看我那网上有各种各样的Events 然后老师们也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来增强我们学生在这个疫情里面 这个被隔离的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让我们的课堂更活跃 更有意思 所以老师们 我们在这个学期 那个王向宁老师也组织了好几次这个workshops 所以我们有很多老师分享了他们在课堂上 怎么样用不同的方法来 来engage我们的学生 让课堂更活跃 让这个final projects更加有意义 更加有那个效力 所以我就说到这里不好意思 好谢谢 谢谢李端端老师 那蔡老师还想要解答一个问题吗 我就很快解答一个就是设计听力教学 我就想说两点 第一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想一想这个 你每个课堂教学的这个步骤的理念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小组讨论 做小组讨论背后是有一些理念来支持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不展开说了 我就是想说第一点 就要想想这个背后的理念 第二点呢要想想当地的实际情况 还有你的学生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如果你叫日本学生 我们知道日本学生在发这个送气音 非送气音的时候经常搞混 所以你要想想你这个学生的情况 另外我想最后说一点 就语言教学既是自然科学 又是社会科学 谢谢 谢谢蔡老师 那我们这个报告和解答问题就结束了 我们三位北美的演讲专家呢 有一点优势 就是因为我们是几乎结尾了 所以多了几分钟的时间分享跟大家 下面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组委会成员之一 叶鲁大学的梁宁辉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小节 欢迎梁老师 好的 很荣幸今天跟加州语言文化国际论坛 加拿大大学的中文教师学会合作举办这次的学术盛会 我们我所在的这个美国东北部前两天刚刚下了一场暴风雪 现在外面还是白雪哎哎寒风凛冽 可是我坐在电脑前我却觉得热血沸腾 我们今天特邀演讲的12位嘉宾 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法国瑞士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和美国等9个国家 横跨了亚洲欧洲和北美洲 更有数百位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者 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百多位老师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转播的B站的平台 也有几百位的老师 所以非常难得我们今天能够跨越这个空间的组割 然后克服时差障碍齐聚银端 一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实在让人心潮澎湃激情高涨 我在此感谢各位嘉宾引领我们回顾各国的中文教学的历程 让我们更深入的体会到中文教学的发展 是众多学者前辈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非常敬佩前辈们不断的开索和开拓探索的精神 也感谢各位嘉宾分享的各国的汉语教学的宝贵经验 使我们有勇气信心和能力来面临未来的严峻的挑战 更感谢学者们在听力语法教材 课程设计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的高屋建领的分析 以及对未来高瞻领主的展望 为我们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和探索的目标 这次的研讨会即将结束 但是我们的这个合作交流还任重道远 汉语教学的推广发展还有研究在深度维度和广度等 诸多方面还有待我们继续的努力和探索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促进国际中文教学的发展 进一步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 天涯共此时我们后会应有期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线下相聚 共襄盛举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合家安康 事业风顺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然老师的温情的致谢 好 谢谢大家 那这个我们还想呢 真的是与我们的听会议的老师们一起 对我们两位非常杰出的学生助理 也是卡尔加里大学的博士生康硕和李清 表示真诚的感谢你们付出的真多 为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 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非常感谢 以后有机会请你们喝酒 另外呢 还真的是特别感谢几位演讲嘉宾 那么首先这个会的起源呢 是我们真的是一开始有点受到梁霞老师的那本书的启示 就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 对美国这样一个汉语教学的领先大国 做了一个系统的高屋建林的阐述 有例子 有框架 有理念 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那就是说汉语教学作为一个事业 我们不仅要钻进很小的很细致的技术性的研究 也应该呢跳出一个小的这个领域来高瞻远瞩的像卫星上面看地球一样 看到一个整体的概况来享受我们所从事的之爱的这个领域的美景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组织了这次会议 那么我开始开牧师的时候讲了几个几个点 就是说度一个是呢历史的深度 另外一个是这个地球的维度 第三个呢是卫星的高度 第四个呢是这个人文情怀的温度 我想呢这个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汉语教学的老师们研究者们 除了做技术性的研究探讨之外 也应该从人文的角度来想一想我们的研究 对学习汉语的人有什么样的帮助 给他们以人情的帮助 技术上的帮助和人生规划的启示和启迪 像UBC大学做的那样 做一个holistic approach to educating the young generation 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的现代文明教育 大学教育的一个本质 我就说这些 看看我们组委会的另外几位老师 还有没有想 蔡老师您说一说 想谢谢所有参会的老师 特别特别和组委会的王仁忠老师 梁宁辉老师 还有我们的学生 还有这个一起合作的老师 特别特别的愉快 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后会有期 节日即将到临 在圣诞节之前 短短几天之内 我们组织这样一场会议 而且横跨三大洲 有几百名听众 非常感谢各位来参会的 各位老师 年轻的学者 谢谢大家 祝大家节日快乐 健康幸福 好 我们散会 谢谢王老师 蔡老师 两位同学 梁老师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